爵士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4781章 燕青宇留下的秘宝 当陈锋看到那座雕像的时候 浑身都是轻微颤抖了起来 原来 这雕像 竟赫然乃是师父燕青宇的面容啊 陈锋和天蚕兽奴 一路向前 很快 便是来到那巨大雕像之前 巨大雕像 位于一座山巅 山峰之顶 也可以俯瞰整个秘境 陈锋抬头看去 心中涌起难以言语情感 燕青宇额观搏带 面容冷酷 仿佛一位威严帝王 师父 你我都多少年没见了 陈锋凯然叹息 独物思人 心中情绪 难以自意 只是下一刻 他便摇摇头 师父 你也够臭美的 竟然还在此树立雕像 不过接着 他便想到 事情多半没有这么简单 陈锋心念一动 四处看去 便是看到 雕像之前 乃是一座小小石台 石台之上 竟有一个手印 凹下去的形状 陈锋挑了挑眉 心领神会 走上前去 将手摁在其中 瞬间 他感觉手掌束处 被声声刺破 几滴金色鲜血 悄然流出 渗入那石台之中 这下一刻 那巨大雕像 轰然一阵 雕像之上 便有一道 虚影缓缓透出 正是燕青雨的面容 他看向陈锋 嘴角微笑 尽管知道 这是燕青雨 早就留在此处的 一道虚影而已 但陈锋心中 还是欢喜不胜 大声喊道 师父 我又见到你了 燕青雨低头微笑 风儿 你能来到此地 说明你的实力 已经足够强大 而且 你还是在三十岁之前 来到的此处 陈锋一愣 他怎的知道 我是在三十岁之前 来到了这里 下一刻 燕青雨便狡黠一笑 很简单 因为当时我留下 这处秘境的时候 这处秘境的寿命 就在你三十岁之时 如果你三十岁之前 还没有来到这里 那么 这处秘境 便会轰然毁灭 天残兽奴 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 这是什么样的神仙手段 他忽然一笑 大哥 你这师父 还真是 他想了半天 才算是想出一个词来 好生有趣 为何你三十岁没有来到这里 他就要毁掉这座秘境 陈锋也是有这个疑惑 但他隐隐猜到了什么 顿时 脸色一片肃然 那股笑意消失的 无影无踪 仿佛知道他心中所想 言轻语轻轻弯了弯腰 俯视着陈锋 因为 如果你在三十岁之前 还有没有来到这里的话 便意味着 你实力 进展的速度 太慢了 也就意味着 我们将彻底的 他脸上露出一抹极致复杂的表情 有恐惧 有担忧 更有愤怒 不甘 沮丧 等等 混合在一起 便意味着 我们彻底败了 败得毫无翻盘的余地 这一世 再也没有任何的希望 那我们的徒劳挣扎 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番话如巨石砸入心怀 在陈锋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他心中一个声音在疯狂吼叫 师父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希望的又是什么 我们又要翻什么样的盘 我们要做的到底又是什么 是我的身世吗 是追寻我们的来历吗 但陈锋一张脸 这是无比的肃然而又淡漠 只是面向着燕青宇重重点了点头 师父 终归 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是啊 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燕青宇大笑 你终于还是来了 还是及时赶到 那么 他的声音无比铿锵有力 我们还有希望 我们还有希望 如一团火焰自尘封心底升起 瞬间让他充满无比的昂扬斗志 没错 我们还有希望 本来此地 燕青宇可以 只给陈锋留下一些东西 不必出现 亦不必说话 反正 陈锋三十岁之前能来 就能拿到那些东西 来不了 就拿不到 他的虚影出现在这里 似乎没什么必要 但现在 陈锋明了 他出现在这里 说这番话的原因 因为这两个字啊 希望 同时 他更是清楚 燕青宇不仅是 让他充满希望 更是想让他充满巨大的紧迫感 和提升的欲望 师父留下的话 结合上之前 炎阳大魔透露的那些消息 已经可以让我猜出来很多东西了 陈锋 跟凯然叹息 想到之前的炎阳大魔 想到炎阳大魔真正本体的那种大恐怖 想到他字里行间透出来的 关于自己身世的一点秘密 陈锋便觉得 他心中越发沉重 但是 那又如何 他的心中无尽昂扬 我们 还有希望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 想必 已经离开了龙脉大陆那个繁龙 甚至也已经接触到苍穹之巅了 严轻宇说到这里 微微一笑 目光之中 充满追忆 仿佛想到了什么过往 那里 也曾经留下了我的许多记忆呢 甚至 我在那里 他看着陈锋 促侠一笑 更是给你留下了一些小礼物 只不过 现在的你 还没有实力去取 到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 天蚕兽奴在旁边看得艳羡不已 大哥 你师父竟然也曾经出现在苍穹之巅 更给你留了礼物 陈锋意识惊喜非常 果然 我之前猜测是对的 师父 也曾经在苍穹之巅出现过 而且 想必 还曾经风生水起 他沉沉点头 将这些记下 燕青宇一声长笑 好了 该说的都说了 我给你留下的东西 都在这里 他指了指脚下 燕青宇满脸肃然 声音宏大 风二 记得 我们未来 无尽黑暗 我们的敌人 无比强大 我们随时 都有可能坠入深渊 但 我们有希望 下一刻 砰的一声 虚影便是直接消失 接着 那巨大雕像 也是碎裂 而当巨大雕像炸碎之后 原地 则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深坑 方圆数百里 那凹陷深坑的中心位置 竟然乃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而仔细看去的话 这湖泊里面的每一滴灵液 都是由浓郁无比的灵气凝聚而成 本章完 第4782章 天地初开 并地双连 而在湖泊正中心之处 则是悬浮着一座 类似于巨型岛屿一般的东西 那座岛屿的正中间又有着一个小小的池塘 池塘里面似乎有两件物事 一起一幅 颇为神意 无尽的灵气 被由这灵气湖泊 传输到那岛屿之上 而后 又传输到那池塘之中 最后 则是被那两件一起一幅的东西给吸收掉 而同时 这灵气的来源 则是来源于脚下各处 仿佛天地间所有灵气都被吸收到这里了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心中陡然兴奋起来 燕青雨之前 给她留下过数次秘境 但每一次 都是直接幻化出虚影出现 直来直去 也没有留什么后手 而这一次 则是留了一个雕像在这里 如果不是陈锋血脉的话 那么是不可能召唤出她的虚影 也不可能得到那消息 虚影不破碎 雕像亦不会碎裂 也不会露出下面的这个灵气湖泊 燕青雨如此大费周章 小心谨慎 便是说明 此地绝对非同小可 这灵气湖泊中之物 也恐怕事关重大 极为珍贵 天蚕兽奴此时 忽然一声惊呼 指着两人面前 那座方圆百里的巨斗 说道 这 这是荒谷废墟啊 荒谷废墟 陈锋挑了挑眉 天蚕兽奴定了一下心神 陈声道 准确来说 这是一个无限缩小版的荒谷废墟 陈锋皱眉 你确定吗 天蚕兽奴点头 郑重道 我曾经驯化过几头荒谷废墟的古名兽 因此也接受了部分他们的记忆 这些古名兽的骨子里 烙印着对于荒谷废墟的记忆 我根据他们脑海之中的记忆 大致知道 荒谷废墟是个什么样子的 面前这岛屿 是缩小版的荒谷废墟 两人看去 只见那座岛屿 时时刻刻地迈动着 而随着每一次迈动 便有着巨量的灵气 被抽取出来 陈锋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巨大震撼 师父 当真是好大的手笔 好强的实力 好强的手段啊 为了营造这个秘境 为了让秘境之中 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来维持这个灵气湖泊 来御御灵气湖泊中央的 那两个异宝 他竟然是在此地 布下了这座大镇 而这座大镇 则是将整个荒谷废墟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灵气 都抽取出来 天蚕兽奴 也是满脸震撼 惊叹不已 陈锋心中涌起无限期待 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需要一整个大陆 来进行供养 下一刻 陈锋身形一闪 便来到那座岛屿之上 池塘之旁 此时 陈锋终于看得清楚了 在那池塘之中 竟然漂浮着两朵莲花 两朵莲花 一清一净 而那容纳 两朵莲花的池塘 陈锋看一眼 便是浑身一震 他感觉 那池塘里面 仿佛是一整个世界一般 无穷无尽的力量 汇聚在其中 下一刻 陈锋感觉 自己的思绪 仿佛沉入到一个 无比最大的世界之中 他的精神 仿佛被抽离出去 进入到那个世界 这世界仿佛真实存在 而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自世界的各处涌动而至 陈锋环顾四周 发现这座世界 宛若混沌 陈锋只看到了 无尽的力 无尽的气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就像是在那宇宙初开 鸿蒙初始之时 所形成的一方混沌世界一样 还未出现人类 甚至都没有出现生物 连大陆天空海洋 都没有出现 这里 就是所谓的混沌世界了 一个混沌初开 没有任何生机的世界 陈锋向四周看去 饶有兴趣 原来 世界初始之时 竟是这样的 对于他来说 参悟这些东西 倒也不差 对他的修炼 大有疲异 观天地之变化 宇宙之真谛 往往能够突破自我 只是现在 我可没时间浪费在这里 陈锋心道 师父给我留下的宝物在何处 难道就是这方混沌世界 下一刻 陈锋忽然看到 面前变了 那些无尽的气 无尽的力量 无尽的虚空 都是扭转起来 而后 轻气上浮 浊气下沉 分为两个极端 整个世界 仿佛都在转动 整个世界的力量 都在此时被清晰地剥离出来 陈锋看到 斗转星移 日升月落 陈锋看到 世界变化 天地万千 仿佛有几个巨大的意识 在这方世界凝聚 酝酿 似乎要苏醒 就仿佛 时间被加速了无数倍 陈锋感觉 自己就如同一尊神奇 冷眼旁观 在旁观着 一座世界 在几千万年 甚至几亿年间 才会出现的变化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陈锋看到 面前的那些青气 来到了这天地的顶端 化作了一尊青色莲花 而那些灼气 则是沉到了这大地的底端 化作了一尊金色莲花 一朵青莲 一朵金莲 焦香灰映 熠熠闪光 仿佛并地双连 本出同源 却又截然不同 此时 天空 则也出现 朗朗晴空 大地 也已出现沉稳厚重 这朵青莲和金莲 都大到了难以想象 仿佛青莲 撑起了整个天空 仿佛金莲盖住了 整座大地 不知其几千万里 几亿 直至此时 陈锋方才常常 吐出一口浊气 刚才 他一直闷着一口气 甚至都不敢喘息 仿佛生怕 惊扰了这方世界的运转 陈锋心中 说不出的震撼 更是若有所感 于他而言 观天地之初始 着实是有着 极大的好处 他感觉 自己体内力量 蠢蠢欲动 悄然运转 而下一刻 陈锋则是将注意力 投到了那两朵莲花之上 两朵莲花 一再上 一再下 却未曾有任何反应 陈锋已然心中明了 这 便是师父留给我的东西了 他若有所感 轻轻吸了口气 忽然取出了那尊青铜鼎 正是当初师父留给自己的 那尊青铜鼎了 青铜鼎一拿出来 一惊一惊 两朵莲花 骤然之间 便有反应 缓缓旋转起来 两道力量 一惊一惊 泼洒而下 本章完 第4783章 一封遗书 于是 下一刻 那青铜鼎轰的一声 浑身一震 那里 却有两团如云霞一般的青色雾气 阴晕而起 散如那朵青色莲花 和金色莲花之中 于是 下一瞬 那青色莲花 与金色莲花 便是急速地旋转 越来越小 最后 则是只化作了巴掌一般大小 落到了陈锋面前 虽然极小 但却极璀璨 力量高度凝聚 周围雾光蒙蒙 散发出来的力量 既非透明 也非白色 好像没有任何颜色 若仙云飘渺 轻轻缭绕 将陈锋笼罩在内 他便觉得说不出的舒服 这种力量 陈锋眼睛一亮 陈锋能够感受到 这两者身上充益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气 不是星辰之力 要比星辰之力 更高无数倍 清明澄澈无数倍 也更凝聚和强大无数倍 这种力量 陈锋轻声迎道 我在东极清须神尊身上 才感受过 东极清须神尊 那是何等样的人物 几乎是玄黄中千世界 最顶级的人物 而这 与他身上的力量极为相似 而且 是他最为核心的 练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力量 下一刻 忽然 陈锋扶灵心智 瞬间知道了这是什么 他缓缓吐出四个字 仙灵之力 这是 仙灵之力啊 仙灵之力 比星辰之力 更高级百倍 纯粹百倍的一种力量 而且 陈锋感觉 这两朵莲花之上 不但有着浓厚无比的仙灵之力 而且 就像是两个巨大的源泉一样 它们本身 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世界 充斥着仙灵之力的巨大世界 仙灵之力在它们之中 被孕育而出 源源不断 极为庞大 绵绵不休 不但有着浓厚无比的心灵之力 更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庞大生机 陈锋闭上眼睛 仔细感受的时候 便感觉 这两朵莲花里面 仿佛是两个正在悄然孕育诞生的世界 而且 不是小世界 最差最差 也是那种中间世界啊 一花一世界 陈锋心中 莫名涌起这句话 这种力量之强大 是陈锋从来没有见过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之前得到的所有宝物 都没有这样的力量 甚至他见过的守夜人 冬极清虚神尊身上 都没有这样的力量 这 象征着无尽的希望 无尽的宏大 无尽的生机 这种力量 难以想象 令人震撼 陈锋以一种梦一般的语气 缓缓说道 下一刻 忽然 这两朵莲花旋转着 直接落在陈锋手心 然后 迅速没入陈锋体内 陈锋展开双手 便是看到 在他双手手心之中 竟是各自有一朵莲花的虚影 左手精莲 右手清莲 接着 莲花虚影 悄然隐去 消失于无踪 但陈锋知道 他们虽然没入自己体内 但并没有被自己吸收 融合 随时有可能会被分离出来 更形象一点 他们应该是暂时在自己体内栖身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我知道 此物对我来说 绝对极为重要 对我未来也有极大影响 甚至 可能决定我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命运 现在 我无法熔炼吸收 为我所用 但迟早 我可以做到 陈锋低声自语 他们 一定 会是我的 格外郑重 眼中 满是坚定 这是师父燕青鱼给自己留下的宝物 他 岂会放过 岂能放过 陈锋正要走 呼 然目光扫过 却见 那池塘旁边 有着一座石台 石台之上 则有着一个玉石盒子 玉石盒子半透明 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却看不真切 这又是何物 陈锋挑了挑眉 将那玉石盒子打开 里面 却是一封书信 一封已经泛黄的书信 陈锋看到那信 竟然乃是 以一张撕扯下来的兽皮所书写 极为坚韧 其上隐隐约约 透着璀璨的黑色光芒 还有浓厚的生命力在涌动 显然 这兽皮的主人 生前等级极高 是被生生撕扯下来 未及任何加工 显得极为仓促 陈锋心中一动 再看去 果不其然 如他所料 那上面的字迹 亦是极为潦草 而且赫然 乃是一片血红之色 竟然是以自己的 鲜血血教 鲜血之中 红色又带着 丝丝紫色光点 极为高贵显赫 每一笔画 每一点残留的血迹之中 都仿佛有着无数紫色雷霆运转 陈锋刚刚将这一封信打开 顿时 便有无数紫色雷霆 自这书卷之上 轰然出现 疯狂向四周 披露而去 转眼之间 方圆千米 竟化作一片紫色雷海 陈锋惊骇 这位书写书信的强者 实力何等之强 不知已经死了几千几万年 光是其以自身鲜血写下的字迹 就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太强悍了 旁边的天残兽奴 也是被震惊到尸声 颤声说道 这位恐怖大能 实力简直难以想象 但是 陈锋默然说道 就算是他这样的实力 也会遇到极大的危险 临死之前 以自身鲜血 写下这封信 可以想见 他临死之前的心情 陈锋轻轻叹了口气 难道说 竟然是一位 玄黄中千世界的强者 留下的这封遗书吗 只是 这封遗信 又是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又是什么人 陈锋带着心中无限疑问 向下读去 两久 方才看完 读完之后 陈锋不由凯然叹息 原来 这是一个 名为钟离长风的顶级强者 留下的遗书 钟离长风 乃是玄黄中千世界的顶级强者 而他出身的仙门 名为星河剑派 乃是玄黄中千世界的一品仙门之一 可称得尚是显赫 钟离长风此人 也是非常有趣 他本是乡也寻常猎户出身 后来 却进入了星河剑派这种顶级仙门 而同时又是机缘巧合之下 败在了他那个时代 星河剑派第一天才弟子之门下 同时 他还是他所有师兄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 别的师兄弟修为都已登堂入室 他那会儿 还只是一个小小孩童而已 本章完 第4784章 莫名其妙的任务 但 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也不怎妖妖气眼的小孩孩童 却一眼就被他那个眼界极高 为人也极为高傲 实力强悍无比的师父看重 列入门墙 收为关门弟子 后来 这位第一弟子也成功地继任了星河剑派掌门 钟离长风之地位 不可谓不高 后来 他师父先世之后 他的师兄继任了星河剑派掌门 他的师兄先世之后 他的师职又继任了星河剑派掌门 而这位钟离长风 他的师父师兄师职都是掌门人 地位在星河剑派已经高到了难以想象 但他本身却是那种不目名利 甚至不愿修习武道之人 一生所做之事 只为求仙 但求仙 却不通过武道求仙 而是要另辟蹊径 因此 星河剑派上下 对他议论颇多 视为疯子一般 后来 他的师兄乃至于师职 做了星河剑派掌门之后 没人再敢说他是疯子 但私下之非议 也是无数 他自己却浑然不在意 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道 结果就在这时 他被拉入了苍穹之巅 陈锋叹息 真真是造化弄人 这样一个不目名利 不愿修习武道之人 结果却是被拉到了苍穹之巅 这可是个再残酷不过的修罗斗场 只是想想 陈锋便知 他会痛苦到何种境地 钟离长风 进入苍穹之巅之巅之后 果然是极为痛苦 由于性情天真 之前他在宗门的时候 也无人敢于骗他 所以便对别人格外相信 进入苍穹之巅之巅之后 经历极多 屡屡被骗被坑 屡屡遭遇危险 已经不能说几次闲死还生了 而是几十次 上百次的 闲死还生啊 但却是如奇迹一般 每一次都没死 硬生生地撑了下来 而且 他不想要武道修为 但武道修为 却还是越来越高 到的最后 在这苍穹之巅 都已经成为一名强者 陈锋看得瞠目结舌 这等人的存在 当真是让其他人无话可说 只能感叹世间不公啊 陈锋忽然心中一动 苍穹之巅选人 要看星性 要看天赋 要看各方面的综合原因 他的这种天性 定然让苍穹之巅极为不喜 但苍穹之巅 却还是把他选过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 陈锋眼中暴闪出一团光芒 这意味着 此人一定是在某些方面极为特殊 天赋极为的高 高到了苍穹之巅 可以忽略他的其他一切东西 陈锋继续向下看去 钟离长风后来 在这苍穹之巅中 更结实了一名女子 两人神仙眷侣 献煞旁人 更是留下血脉 享受天伦 许下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之誓言 结果 天不遂人怨 他之前数次想死 都没死成 现在不想死了 想好好活着了 想提升实力 保护自己的家人了 结果却死了 在一次任务之中 他和他的妻子 双双隅秘 而他在临死之前 不甘之急 心中更是牵挂 他尚在强保的女儿 于是 便留下了这封遗书 而这篇遗书的最后 陈峰看到的 都是对女儿思念 不放心 割舍不下的话 却并没有说到 什么传承 宝物隐藏之地 将来为自己报仇等 陈峰看了 不由心中感念 这位前辈 才是一个最为本真之人 与之相比 我们可都是俗人了 陈峰心中 忽然对这钟离长风 有着几分羡慕 但接着 他摇摇头 将这股思绪驱离 我注定不会是这样的人 我身上肩负的责任 也注定我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 当个快意恩仇的俗人 挺好的 至于这封遗信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为何在这不知道多少年之后 被陈峰打开看到 那就不得而知了 陈峰估计 应该是当年 燕青鱼偶然之间得到了这封信 而这封信 应该对他来说 也是颇为重要 所以才收藏于此 陈峰皱眉 但这好像也有点解释不通 他摇摇头 不再去想这些 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情 纠结也是没有意义 看完一书 正要合上 忽然就在这时 他却浑身一震 感觉到一个宏大无比 强悍无比的意志 陡然降临 那意志 陈峰无比熟悉啊 正是天道主宰的意志 下一刻 天道主宰那宏大的声音 却是骤然在陈峰脑海之中响起 试炼仙徒 陈峰 已经接受任务 钟离长风的委托 任务名称 钟离长风的最后一封家书 任务内容 苍穹之巅轮回先途钟离长风 临死之前 心有不甘 满腔思念担忧 写成这封家书 任务要求 将这封家书 交给钟离长风的敌传血脉 主意 只能交给他唯一的敌传血脉 任务完成实现 一年 任务奖励 未知 任务失败惩罚 抹杀 什么 怎么就接受这个任务了 我只是把这个遗书看完了 就接了这个任务 陈峰 瞠目接舌 愣在原地 好半想没回过神来 好一会儿之后 陈峰几乎忍不住 都要怒骂粗口 这也太坑了 不光是在自己 根本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 就让自己接了这个任务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最后两句啊 任务失败 和任务完成的差距 也未免太大了一点吧 任务失败是抹杀 而任务完成的奖励 则是未知 未知 你在逗我 我可去你的吧 陈峰忽然想到 若是自己千辛万苦 完成了这个任务 结果最后所收获到的 就是钟离长风的虚影 满脸笑容 先锋倒鼓 出现在面前的虚空中 然后跟陈峰笑嘻嘻地 说一声感谢 然后就没了 想到这一幕 陈峰击凌凌地打了个哆嗦 更是心中怒骂 我怎么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了 而且 以他对钟离长风的心性分析 这位强者 极有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因为可能在他看来 什么宝物的奖励 都不如自己一生真诚地 多谢珍贵吧 不过 陈峰终归是陈峰 很快就稳住了心神 本章完 第4785章 三个问题 摇头苦笑 既然已经接了这个任务 那也就没有办法了 天道主宰的意志 是不可能改变与收回的 既然事情已成定局 现在便不应该再怨天尤人 而是应该想着 如何在这次任务之中 得到最大的好处 而且 陈峰冷静下来之后 立刻思绪清明 他更是想到了一点 这里 是师父留下的秘境 这封信 是师父发现的 而且看起来 更是他故意留给我的 严清宇是什么样的人 陈峰一路走来 已然发现 他算计极深 料事如神 筹划极多 他怎么可能没有想到 现在这种情况 那也就意味着 此事对我多半有意无害 或者 准确来说 是在我实力足够的情况下 有意无害 陈峰瞬间里清除了脉络 需要我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办到 师父给我留下这个线索 这个任务肯定是为我好 但是 如果我自己实力不够 任务完不成的话 被抹杀 那只能怪自己了 陈峰心中凛然 他素来知道 机会别人给了 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和机缘 能不能拿到 还得看自己 这个任务 我一定要完成 其中定然蕴藏着莫大的玄机 只怕师父为了拿到此物 也是千辛万苦 而此物 定然也是极有价值 要不然的话 他那么多宝物不留 为何单单留下这个 陈峰咬咬牙 平心静气 将这任务可能存在的那些东西 缓缓缕地清晰 而后 忽然开口 高声喊道 天道主宰 你就是如此对待我这天选之子的吗 这个任务 没经过我同意 就给我接了 完成之后 不知适合奖励 失败之后 却直接抹杀 他冷冷笑道 我这天选之子 就这么不值钱是吗 这番话 若是被其他苍穹之巅 强者听到 只怕会惊得下巴都 掉出来 苍穹之巅 有几个人敢跟天道主宰这样说话 惹怒了天道主宰 管你有多大冤屈 直接把你给抹杀了 都是等闲 说白了 在苍穹之巅 天道主宰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委屈 憋着 而陈峰 却在这里讨价还价 更是语气强硬 陈峰明显感觉到 天道主宰的意识 瞬间沉默下来 并没有离开 也并不打算不理会 而是 似乎不知该如何回答 果然 他心中一喜 天选之子的身份 还真是管用 陈峰并非鲁莽之徒 恰恰相反 他每每谋而后动 敢说这番话 自然是深思熟虑 要是别人说这种话 天道主宰直接无事 根本理都不理 但 说话之人乃是陈峰 天选之子 他也不得不重视 只是 这种话 他也实在无法回答 毕竟 确实是他不占理 似乎知道他的尴尬 未等他说话 陈峰便摆摆手 好 此事我就不计较了 但是 须得对我有所补偿才是 原来 这才是陈峰真正的目的 在苍穹之巅 抱怨 毫无用处 怎么着 从天道主宰这里 索要些好处 爱之于让自己完成任务 更加容易 才是正理 天道主宰 默然声音响起 说 陈峰方才 便已经想好了 自己要问的问题 高声说道 天道主宰 敢问任务奖励 是什么 天道主宰依旧漠然 吐出三个字 不可说 第一个问题 就被天道主宰直接驳回 陈峰却未有丝毫沮丧 果然 不出我所料 陈峰心底一笑 直接问天道主宰这种涉及核心秘密的问题 或者准确来说 是很直接的问题 比如说 任务奖励是什么 任务 应该如何完成 任务对象是谁 他是绝对不会说的 既然这样的话 陈峰现在对天道主宰的尺度有数了 于是 他立刻抛出第二个问题 我听闻 苍穹之巅所有强者 都是被从各个世界拉过来的 而那中离长风之女 却是他与另外一位苍穹之巅强者所生下 想必 极为特殊 拥有可怕天赋 他现在 只怕 陈峰忽然嘀嘀一笑 眼神却是骤然抬起 风锐如刀 死死地盯着那天空之上 既在苍穹之巅 又不在苍穹之巅 是吧 接着 陈峰又补充了一句 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这个想必是可以回答的吧 这个问题 似乎问得莫名其妙 而天道主宰的回答 却也是莫名其妙 他沉默片刻 只是回答了一个字 是 是 当这一个字落下 陈峰心中狠狠一跳 而后 心中则是狂笑出声 是就好 是就好 哈哈 如果是的话 那么 一切就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对我接下来大有帮助 陈峰问得虽莫名其妙 但是这个问题 却偏偏是天道主宰 可以回答的范畴 而很明显 陈峰的意思就是 他在苍穹之巅 却又不在苍穹之巅 指的就是 他在苍穹之巅 可以进入的世界中 但却不在苍穹之巅的本体 这是陈峰推断出来的 如果此人 包括钟离长风的后裔 还在苍穹之巅的内部本体 这片空间之中活动的话 那么这个任务 也未免太简单了一些 他只需要回到苍穹之巅 稍微放出风声 那么只怕 他的后人 自己就找上门来了 这样的一个难度 根本不可能 所以 陈峰才有此问 而天道主宰这般回答 就证实了他的猜测 第三个问题 陈峰刚刚说出这句话 天道主宰便默然说到 最后一个 陈峰微笑 放心 不会让您难做 最后一个问题 他盯着天道主宰 一字一句说道 我在下一个任务中 有没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 天道主宰冷冷吐出一个字 有 显然 这个问题 也是他可以回答的 陈峰问题 就是如此刁钻 每每 就卡在他不愿回答 但偏偏 又能回答的那样一个线上 陈峰轻轻叙了口气 一颗心忽然落了下来 浑身说不出的轻松 本章完 第4786章 三个坏消息 嘴角 已是露出一抹 胸有成竹的笑容 陈峰至此 再无疑问 此时 他的整个思路 已经是非常之清晰 甚至心中都是 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缓缓成型 他看向虚空之中 高声喊道 这个任务 我接了 虽然说这个任务 就算是他不说这句话 也不得不接 但当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却是彰显着 他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 天道主宰气息 陡然降临 陈峰感觉 一股莫名的气息 自那封遗书之上 牵连到自己身上 似乎有一条因果之线 悄然成形 他高声说道 主宰大人 多谢解答 在下感激不尽 天道主宰 却已杳无声息 显然 意识已经离开此处 在旁边 天蚕兽奴 看得目眩神谣 尽管 不知陈峰问的问题 又是什么意思 后面又有什么深意 但陈峰与天道主宰的这交锋 却是让他看得心惊胆战之余 又是敬佩到了极点 那可是天道主宰 人人恐惧的天道主宰啊 而我大哥竟然与他针锋相对 不落下风 真是太厉害了 陈峰将那遗书收起 环顾四周 再无他物 看向天蚕兽奴 淡淡说道 走吧 一处空间通道 直接成形 陈峰两人 踏入其中 踏入空间通道的这一瞬间 陈峰却陡然回头 看向此处 目光深深 这里不仅仅是师父燕青鱼 给自己留下的一处秘境 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这里 给予自己的一种东西 明威 希望 就在两人踏入空间通道的那一瞬间 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秘境轰然坍塌 所有力量同时像一点汇聚 那天空 那山巒 那大地 那湖泊 尽数崩碎 化作一片虚无 无尽力量 疯狂向外鼓荡而去 直接将陈峰两人送了出去 两人踏跄落地 回身看去 那青铜獠牙巨门所在的山峰 已是彻底化作一片虚无 连带着青铜獠牙巨门 都是消失在了这世上 原地 只有一片虚空 仿佛从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过 至此 三天时间已到 陈峰亦是完成自己任务 两人迅速赶回苍穹之巅 北斗伏地 风景依旧 你们两个可算是及时回来 玉衡仙子陡然出现 看向陈峰两人 微笑摇头 满脸无奈 别人完成任务之前 都在苍穹之巅争分夺秒 尽量提升自己实力 你们两个倒好 跑得转眼就没了踪迹 陈峰微微一笑 正要说话 忽然眉头一挑 他见玉衡仙子满脸忧色 眉宇之间一片阴云 陈峰顿时便知 只怕有什么不太妙的事情发生 玉衡仙子 向来不是个能存住心事的性子 陈峰微笑 怎么了 玉衡仙子轻轻叹了口气 你们不在的这几日间 我多方打探 却是得到了几个不太好的消息 陈峰心中一震 他知道 玉衡仙子素来凌厉刚猛 胆气极壮 他说不太妙 那么只怕事情确实相当糟糕 看了陈峰一眼 玉衡仙子哥哥笑道 有三个坏消息 先听哪个 陈峰哭笑不得 玉衡仙子收了笑意 第一个坏消息 你们这一次参加的任务 延迟了三天 此事 已经吸引了一些有心之人的注意 陈峰深深吸了口气 这件事 他倒不意外 他轻声问道 这种任务推迟的情况 很罕见吗 这个问题对他很重要 要说罕见 倒也不算是很罕见 一年总有那么几次 但是 出现在一些全部都是试炼弟子的 进阶任务中 就非常罕见了 至少 我从未听过 陈峰目光一闪 玉衡仙子这番话 让陈峰推断出来很多信息 原来 天选之子 并不只有我一个 想来 其他那些任务 之所以被推迟 其中应该有天选之子的缘故 而另外一层深意则是 只怕 其他的天选之子 都是在等级极高 实力极强的时候 方才觉醒 而我这个刚刚在参加 第一次任务之后 就觉醒了天选之子的人 着实是一个艺术 当然 天选之子 纵然不止陈峰一个 但 绝对数量极为稀少 苍穹之巅 有着无数的人 亦是有着无数的任务 每一年中的各种任务 往几万次都是少了的 但往往 每一年才能有这么几次任务被推迟 可见 天选之子的数量 罕见到何种境地 当然 这只是玉衡仙子知道的 他不知道的 定然也有极多 比如说某些任务 说不定只有天选之子自己进入 自然也就只有 他知道推迟 或者是有些强者 他们的层次 超越了玉衡仙子所知道的范围 这种情况很正常 第二个坏消息呢 玉衡仙子目光中 闪过一抹杀机 你还记得楚平生吗 陈锋微笑 那个无比霸气 无比高傲 但是却让人感觉 他一定能说到做到 言出必见的身影 出现在陈锋脑海之中 当然记得 楚平生 他又怎会忘记 在陈锋眼中 他给予自己的威胁 要远远胜过邪神谷 胜过射魂仙翁 楚平生 已经知道了 你参加的是哪个任务 他不可能不出手 玉衡仙子 看着陈锋 很是认真说道 他这人 向来说话算话 陈锋微笑 来多少 杀多少 见陈锋没有畏惧 反而斗志昂扬 玉衡仙子 哈哈一笑 拍了拍他肩膀 我就知道 我没有看错人 来吧 第三个坏消息 玉衡仙子轻声道 这一次参加任务的其他人 八成以上 都不是第一次参加进阶任务 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二次 乃至第三次 无论之前他们是过了任务 还是败了 但总归不是第一次 陈锋接口道 只有我们两个是第一次 经验不足 必然大大落于下风 没错 而且 玉衡仙子淡淡道 你们似乎不只是经验不足 境界方面也是 毫无优势 并且 他深深吸了口气 语气中带着几分心计 本章完 第4787章 众生相 这么多人参加 极有可能是血腥杀戮战场任务 血腥杀戮战场 那是什么 天蚕兽奴问道 玉衡仙子深深吸了口气 眼神变得格外的冷 话语更是森冷如冰 血腥杀戮战场 所有试炼仙徒 互相杀戮 没有结盟 没有阵营 没有朋友 除你之外 都是敌人 这就是一个血腥修罗场 天蚕兽奴 机灵灵地打了个哆嗦 这起步相当于是羊骨 而是 而且是最直接的那种 把这二十个人 扔到一个地方 任由他们互相厮杀 陈锋听完这话 却是毫无表情 反而皱了皱眉 轻声道 为什么 玉衡仙子明白 另外 陈锋问的为什么 是指那个方面 他赞许地看了陈锋一眼 陈锋每每 都能直指要害 他问的为什么 自然就是 为什么他们要自相残杀 天道主宰 让他们自相残杀 他们就自相残杀 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这样 苍穹之巅这些人 可没有一个善茬 最是无力不起走 玉衡仙子微微一笑 自相残杀 自然是因为有好处 陈锋沉沉点头 忽然问道 他们的实力 比我们两个都强吧 但应该没有 强出特别多是不是 玉衡仙子点头 他忽然间 明白了陈锋的意思 微笑说道 至少都没有 强大到韩昆那个境界 那就够了 陈锋嘴角勾勒出 一抹冰冷笑意 没有丝毫恐惧胆怯 反而有着无尽汹汹火焰燃烧而起 那是战斗的欲望 陈锋此时无比的渴望战斗 我等了多久了 多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场了 要么是所向无敌 都不是我的对手 要么是比我强大的太多 根本都无从抵挡 那样的战斗 怎么能淬炼我的实力 怎么能激发我的前列 怎么能给我希望 唯有最激烈凶险的战斗 生于死边缘的游走 唯有 这座 血腥杀戮战场啊 陈锋眼中露出难以言喻的兴奋 来吧 这是一个淬炼的 催好几回 他心中一个声音在狂吼 就让我们痛快 杀一场 一个时辰之后 陈锋等人 已经是来到了诸天万界巨塔中 这还是陈锋第一次正式进入此处 诸天万界巨塔 广袤无垠 高到了极点 仿佛没有尽头 四周意识仿佛 没有尽头 宛若置身于 那宇宙虚空之中 而在这巨塔之中 则是悬浮着无数青铜獠牙巨门 青铜獠牙巨门 自下至上 分为九层 越是网上的青铜獠牙巨门 便是越大 气势也越发强悍 给人感觉 如同一头头太古凶兽正趴福在那里 只是靠近 就有着无尽凶险 最下面一层的青铜獠牙巨门 最小 气息也是最弱 而从第二层开始 青铜獠牙巨门之上 便已出现了淡淡红光 越是向上 红光越盛 杀戮之意越浓厚 只是最下面这一层 青铜獠牙巨门的数量 则是最多的 足有数百上千 陈锋和天残兽奴 自然感知到自己所要进入的青铜獠牙巨门 是哪一座 静直向前 不须向上 来到最下面一层 自左 往右属第十九道青铜獠牙巨门之处 玉衡仙子轻声说道 最下面这一层青铜獠牙巨门 进入的都是进阶任务事件 而上面的这些 则都是真正的任务事件 陈锋两人点头 他们来到门前之时 这里已是聚了不少人 一眼望去 足有数十 当陈锋两人到来之后 他们的目光扫过 落在陈锋身上 顿时 脸上便露出几分轻面 根本未曾将他放在眼里 接着 目光挪开 反而都是落在了天残兽奴身上 在他们眼中 陈锋不过是一个区区八星武帝强者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 反倒是他旁边这个似乎乃是特殊种族 身上气息强悍莫测 极为特殊 看不出身前来的存在 更加恐怖 绝大部分人 都是将目光落在了天残兽奴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旁边的陈锋 陈锋 微微一笑 冷眼一扫 便是看得明白 在场除了相送的人之外 加上自己两人 共有十九个 明显分为六七波 而其中 更是有数名独来独往之人 往往这等独来独往之人 实力也都颇为强大 一直离着陈锋两人最近的队伍 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们两个 充满挑衅 则则则 没想到这次任务 竟然还混进来一个八星武帝的废物 任务推迟三天 都说难度至少提高一级 但现在看来不过如此吗 那队伍之中 肆无忌惮的话语骤然响起 针对的目标 正是陈锋 陈锋看去 这三人组合 颇为奇特 其中一人 身高不过无耻 干枯瘦弱 脸上如橘子皮一般 但那眼神 却是极为的凶狠 而又阴厉 见陈锋目光看去 顿时便狠狠地瞪过来 嘴角一脸 露出发黄斑驳的牙齿 满是残忍笑意 更是在咽喉边 比划了一个歌喉的姿势 挑衅之意 极为浓烈 陈锋一声审笑 懒得理会 只是在他心目中 死人已经是个死人了 而在他旁边 则是一名昂藏巨汉 极其高大肥状 足有七八米左右 挺着个大肚子 旁边那矮小中年 几乎只到他的脚踝那般高 肥壮飘悍 身穿一席宽大白袍 烈烈鼓荡之间 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肌肤之上 隐约有灵甲痕迹 若隐若现 他目光浑浊 看起来颇为呆笨 夯生夯气地 应和着那矮小侏儒 而在两人身后 则是站着一名威武青年 板着一张脸 目光冰冷而又阴质 开河之间 如同巡视自己的猎场一样 听到两人议论 他淡淡说道 闭嘴 顿时 这两人都是住口不说 显然 对这冷漠青年极为敬畏 其他几人 也是看向陈锋 想起几句怯怯私语 这次任务推迟三天 且难度极高 刚才我看了 多半都是半部武神镜以上强者 才有资格参加 是最弱的 也是一名九星武帝巅峰 为何会出现一名八星武帝 本章完 第4788章 出乎意料的反应 难道他有特殊之处 有个屁的特殊之处 一人指了指天残兽奴 冷笑道 是沾了他旁边 那神秘强者的光 要不然 就凭他 也能参加这个任务 有几人目光聚在陈锋身上 满是冷漠俯视 在他们眼中 陈锋已是这次任务最弱一人 他们并不认得陈锋 毕竟 陈锋现在的名气不小 但主要在同一届的那些试炼仙徒之中 以及某些居心不明的事例之中流传 只有那一日 在试炼巨塔出口处的人 方才见识了他的厉害 绝大部分人 都没有在那一天出现在那里 苍穹之巅的情报 极为宝贵 没有人会无偿地向其他人分享 此时 人群中忽然响起一个炸雷般的声音 叽叽歪歪的 烦不烦 都他娘的给我闭嘴 众人看去 说话之人 乃是一名赤裸上身 浑身肌肉结实的巨汗 他头发乱蓬蓬的如野兽 身上却有着一股 极为蛮慌 却生机勃勃的气息 他满脸狂暴之色 看向众人 呲牙一笑 说不出的冷酷 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 反正进到里面之后 甭管你强 还是弱 都是我的猎我 也是我的实我 他看向众人 忽然张了张口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神情都是一阵恍惚 感觉他张开的那张巨口 仿佛是一只太古凶兽 向他们张开了巨口 在这一瞬 似乎能将所有人吞噬 陈锋心中一阵 此人实力极强 他感觉 自己方才 气息几乎要被压制 几乎忍不住 心中便要生出大恐惧 就如同面对天敌一样 仿佛一只野兽 被天敌盯上 随时可能吞噬 但陈锋很快便回过身来 淡淡一笑 这人的能力 有点意思 众人先是一惊 而后 则都眼神冰冷 目露杀鸡 苍穹之巅的人 没有一个弱者 更没有一个人不骄傲 没有人能够忍受这样的挑衅 此人 竟公然在此向所有人挑衅 将所有人 都变成自己的敌人 也不知是实力强悍 极有底气 还是狂妄无知 陈锋估计 还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蛮荒壮汉 实力极强 但陈锋却并没有太过在意 狂妄高调无比之人 在苍穹之巅 有活得很久的 但那都是有着极大本事的 此人纵然实力再强 这般形式 亦是不足为虑 陈锋反而更将注意力 放在了几个 一直沉默寡言之人身上 目光扫了一圈 也有了几分计较 时间点滴流过 距离任务开始越来越近 忽然 一道黑色身影 如幽灵般飘飘渺渺过来 挤到人群里面 他不欲引人注目 悄然缩在一个角落 但还是有几人注意到了他 其中 便包括陈锋 陈锋看到 这是一个约有十来岁的少年 年纪似乎比自己还要小一些 他长相极为的俊秀 或者可以说是可爱 长发如墨 肤色则是白得近乎透明 更带着几分惨淡 似乎身患重病 他时不时轻轻低咳 每一次咳嗽之后 手心都是一滩鲜红的血 红得触目惊心 衣服随时可能会死 更没有任何威胁的样子 见陈锋目光扫去 少年露出温和微笑 陈锋也是微笑 缓缓点头 只是 目光深处却略过一抹惊疑不定之色 这少年给所有人的感觉都平平无奇 甚是很弱 随时可能会死 身上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因此 其他人目光扫过之后 就接着缩了回去 但陈锋不同 他感觉 自己的精神力 微微泛起波澜 陈锋的精神力极其恐怖 远远超出他境界的恐怖 而他的感知 也是极为敏锐 陈锋本能地感觉到 这个少年绝不一般 他的身上 有一股 让陈锋很不舒服的气 到底是什么气 陈锋皱眉想了两久 也没有想出来 他轻轻叙了口气 果然苍穹之巅 人节辈出 无人可以小觑 忽然 一人悠悠说道 还有一百个 呼吸时间 入口就要开启了 众人都是心中威力 此时 忽然所有人目光都看向一个方向 奇奇发出惊呼之声 储平生 他竟然来了 他来此地做什么 难道这一次参加任务的人中有他们势力的吗 没听说 他们势力最近两年 似乎灭有新人 陈锋眉头一挑 寻声看去 来者 正是储平生 他依旧一副自信到了极点 仿佛无所不能的气息 但 却偏偏不让人讨厌 反而让人为之心哲 见到储平生 众人纷纷上前打招呼 更有几人 带着几分谄媚 上前攀谈 储平生 放眼苍穹之巅 也是不容小觑的人物 尤其是在他们这些 还没有成为苍穹仙徒的人眼中 储平生 一只手 就可以将他们全部碾死 而储平生淡淡应付了几句 却是看向陈锋和天残兽奴的方向 微微一笑 我说过 这次任务 我要杀了你 我储平生 从来说到做到 众人进阶恶然 目光扫向天残兽奴和陈锋 他们竟然与储平生结仇 他们到底什么来路 储平生竟然发誓要杀了他们 看来仇恨不浅 来头不小 要不然 也惹不上储平生 接着 储平生眼中 忽然露出一抹名为狡猾的表情 他的目光 在那二十人身上扫过 而后 弹了弹手指 看向陈锋 悠哉说道 杀你的人 就在除了你之外的十九个人之中 但 我偏偏不告诉你是谁 他的眼中 露出一抹如猫抓到耗子之后 却不杀死 而是戏弄一样的残忍又戏血的表情 以及深切到了极点的愿毒和恶意 这 才是储平生的真正面目 这 才是真正的他 他那无比自信与高傲的外壳下面 杀戮 狠毒 残忍 但却又对自己充满信心 而就在此时 储平生却是脸色一变 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因为 接下来的荧幕 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原来 在听完他的话之后 天蚕兽奴 竟是踏前一步 本章完 第四千七百八十九章 仙魔战场 开启 冷冷笑道 储平生 不管你想用什么手段杀我 尽管来便是 我告诉你 他霸气无比 仿佛能战胜一切 老子就在这里 你若不怕你的手下全都死绝 尽管让他们都来 说吧 大笑 完全未将储平生的威胁放在眼里 在这一刻 储平生愣住了 一向从容不迫 仿佛能够掌控一切 似乎所有的东西 都在他预料之中的出身 愣住了 因为此时 天蚕兽奴的表现 和尘封的表现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瞬间 他脑海中涌起一个想法 尘封这是什么意思 他要做什么 在他想来 尘封或是沉默 或是反击 或是冲耳不闻 但 绝对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天蚕兽奴踏前一步 向自己说出这番话 此时 众人此时 看向天蚕兽奴的目光 又与之前完全不同 之前 对天蚕兽奴 只是略有重视 颇有几分猜测 现在 看着他的眼神 则是充满了敬畏 忌惮 更有着深深的恶意与杀机 他们俨然 已经是将天蚕兽奴 当作了最强的敌人 开玩笑 那可是楚平生 在苍穹之巅 赫赫有名的楚平生啊 亲自来向天蚕兽奴 说出这番话 可见 这天蚕兽奴绝对不俗 这个他们 看不透深浅的神秘存在 绝对乃是出身于大有来头的一族 只怕天赋无比强大 而且实力恐怖 他们将天蚕兽奴 视作最强敌人 忌惮之余 目光中更带着几分贪婪 若是杀了他 能从楚平生那里 拿到什么好处 杀了天蚕兽奴 就能巴结上楚平生 当然 动手之前 要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当然 他旁边的陈锋 则是完全被众人忽略掉了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楚平生 我还要多谢你呢 我本就想要走这一步 做这一个计划 让所有人都忽略我 这样才方便 我行事 我自己要做 还颇为费力 没想到 你却帮了我一把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 而楚平生此时 刚刚回过神来 见到陈锋眼底笑意 顿时心中暗道不妙 涌起一股不祥预感 只是 此时他在想说什么 也是来不及了 青铜獠牙巨门 轰然打开 天道主宰声音 在每个人脑海之中响起 进阶任务 仙魔战场 开启 下一刻 一道浓重的血红色光芒涌出 直接将陈锋等二十人覆盖 庞大犀利传来 瞬间 这二十人便是被吸入到那青铜獠牙巨门之中 下一刻 大门轰然关闭 外面之人 看到这一幕 都是脸色疏变 这血红色光芒 甚至比一些正式任务的血腥器 还要浓重啊 岂不是说明 这一次极为危险 死伤极大 玉衡仙子轻轻吸了口气 笛声说道 陈锋保重 这一次 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帮你的了 对于陈锋来说 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次数实在太多了 都已经不以为意 他甚至能够大致地 从空间通道的强度 判断出来 要去往的世界 是个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 或许是几年 或许是一瞬 忽然 一股庞大无比的压力 从头顶狠狠压下 顿时 陈锋身体无法控制的 便是向下急速坠落而去 下一刻 他便是看到了面前的景色 他看到了绿色郁郁葱葱的大地 充满生机 但地面之上 却有着一道道红色长河在流淌 但若仔细看的话 便是会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红色长河 竟赫然是血 无尽的血 大地之上 一具又一具尸体 横跟在那里 有的身穿一席道袍 乃是人族 颇有几分出尘气息 宛若仙佳人物 有的 则是体型巨大 长达几千米 漂浮在那里 如同一座小型岛屿 这种巨大存在 陈锋看着 感觉颇为眼熟 像是之前他见过的邪魔 但是和邪魔比起来 有有些不同 让陈锋看了 感觉数不出的古怪 但无论是哪种 这尸体上面的气息 都是非常强悍 尽管已经化为死物 但那强悍的力量 还是狠狠地向外泼洒 让人不敢小觑 这样的尸体 一眼望去 竟似乎无边无际一般 不知有多少个 陈锋略以感知了一下 接着便是放下心来 他也算是见过大世面之人 这些尸体虽然气息强悍 对于陈锋来说 并不算是太强 陈锋能够感觉到 其中大部分 都还是五帝境强者 境界最高的 也不过就是出入 星魂五神境而已 实力还不如韩昆 并没有特别可怖 如此 陈锋对于这方世界的 力量等级 便也是稍微有点数了 越是往下 看到的尸体便是越多 只怕绵延数百里 就在脚下 也是尸体狼藉相枕 耳边 似乎还有厮杀声不断响起 但由于四周浓雾遍布 有雾气遮挡 所以看不清楚 这竟然是一片 仙魔战场 一心修仙的修士 和邪魔之间的争斗 陈锋心中一跳 一股危险的感觉 涌上心头 不愧是二十人参加 又延迟了三天 难度增加的任务 一上来 就是这样一个巨大恐怖的战场 像是这样的战场 最是让人绝望 一下来 就是无数的强者 厮杀混站在一起 不知是敌是友 所有人看见你 都会杀过来 你要面对的 是无穷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你计谋盖世 算计绝伦 也是毫无用处 屠乎奈何 无穷无尽 无边无际 逃无可逃 避无可避 无法抵挡 只有等死 下一刻 陈锋感觉面前一片模糊 原来 他竟已坠落入一片雾气层之中 这片浓浓的雾气一出现 瞬间 陈锋感觉自己的感知 仿佛被屏蔽 什么都感觉不到 身体更是一下子 变得无比沉重 如乘驼般 穿过这片云雾层 狠狠地砸落在地面上 陈锋立刻起身 戒备环顾四周 而后 他便看到 自己置身之处 乃是一片巨大的山坡 呈现出一个缓缓的斜坡 本章完 第4790章 陷阱 一片郁郁葱葱 长满了不知名的各种奇花异草 山坡之上 到处都是斑斑血迹 到处都是死者 这些罪弱也是五帝境 放在一方小千世界赫赫有名的强者 在这里 却是死伤无数 如同罪不值钱的炮灰一样 陈锋心中狠狠一跳 这是什么级别的战争啊 死了如此之多的强者 陈锋估计 光是这片巨大战场 起码就是十万级别的规模 而且 其中最弱的 也是五帝境强者 这不寻常 很不寻常 陈锋自己是小千世界出来的 知道 对于小千世界来说 五帝境强者已经是巅峰战力 集中了这么多五帝境强者 那可以说 这场战争 已经是把整个小千世界都席卷进来了 就算这是一个比较强的小千世界 难道说 我们一进入 就被卷进一场小千世界级别的战争中 天空之上 乃是大团大团的雾气 望不到边际 四周也是有着雾气蔓延 陈锋发现 自己的视线 无法穿透着浓雾 他心中一动 开始感知 略略感知了一下此处的重力 这里的重力 比玄黄中千世界要小得多 但比龙脉大陆要大上不少 顿时 陈锋便有数了 一方世界的重力 取决于这世界的大小 世界越大 重力越大 灵气也就越充沛浓郁 五道上限 也就越高 反之亦然 此处力量等级 要比龙脉大陆高得多 但肯定是远远比不上玄黄中千世界的 陈锋看到 天蚕兽奴 也降落在旁边不远处 两人目光一碰 立刻聚到一起 背靠贝尔利 陈锋身形一闪 便欲要飞到空中观察一下情况 但是 他力量刚刚提起来 天空之上却有一道极强悍的力道 狠狠压下 让他无法飞行 陈锋一惊 此处无法飞行 但接着 他便是心中了然 目光落在天空之上 那一团团的云雾上面 那股压制的力量 是从云雾之中传来 看来 有着云雾压制 无法飞行 不知道这云雾是一个法阵 还是这方世界都是如此 应该不大可能整个世界都无法飞行 想来是战场法阵的限制 两人小心翼翼向外探索而去 这次任务 难度极高 死伤极大 万万不可小觑 向左边方向行进了约有数里 尘封忽然心中略有感应 耳边传来厮杀之声 下一刻 天残兽奴也是感知到了 两人对视一眼 一前一后 向着声音传来方向而去 转过前面一座山坳 面前乃是一条狭长山谷 长有数十里 宽度在离许左右 此时 那峡谷之中 正有十余人互相厮杀 终于碰到这方世界土著了 尘封看到 这十余人 分属两方势力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其中有七人 乃是人族 有身穿战甲的 有身穿法袍的 而他们修炼的武道 尘封看了一下 与龙脉大陆 还有玄黄世界星魂五神镜以下 没有太大区别 都乃是武道打牢基础 未来通往仙道的那种 可算是一脉 而对面三人 则多是身穿黑袍或血红色长袍 身上邪魔气息极为浓厚 杀性十足 他们大部分也是人族 但使用的功法 尘封感觉颇为怪异 怎么说呢 有点像是魔道 但是却带着几分远古蛮荒的气息 将其在邪魔的基础上拔高了几分 像是蛮荒之时 那些先民们使用的简单粗糙 却威力绝大的功法武技 而且 他们的身躯 要比那些正道修饰强大得多 时不时 更是难难自语 连蹦带跳 长袍挥舞 充满神秘 邪义 古老之感 其中 更有一人 就在尘封两人到来之时 一声咆哮 身形一晃 便是化作了 约有是十米高下的邪魔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怪异感觉 看到这巨大身影 尘封心中一震 之前 在还未落地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巨大身影 给他的 就是这种感觉 此时 离得近了 他便看得更是真切 有着邪魔的凶狠 残忍 嗜血 但却又多了几分厚重蛮荒之感 这特殊邪魔 有点像是邪魔 和一种特殊巨人物种的结合体 这怪异邪魔一出现 实力大增 将对面的那五名正道修士 打得左之右出 毫无还手之力 瞬间 被连杀两人 虽然这些正道修士 拼了命一般的反击 但是也只用三条命 来换了对方一条命而已 此时 正道修士已经只剩下两人 而对面也有两人 他们完全不可能是对手 陈锋也看得明白 这些人中实力最强的 就是那个化身古怪邪魔的 乃是九星五帝巅峰 到半部武神之间 属于陈锋可以轻易解决的范畴 其他的 则都是九星五帝 有强有弱 咱们帮哪边 天蚕兽奴低声说道 陈锋微微一笑 谁弱 帮谁 天蚕兽奴滴滴一笑 自己这位大哥 灌常会火中取栗 谁强帮谁 自然会顺风顺水 但是谁弱帮谁 却是能够攫取到最大好处 忽然 陈锋眉头一皱 隐约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他感觉 似乎在方圆百米左右的范围之内 有着数道气息在悄然窥测着这里 这几道气息 极其隐蔽 而且 修为绝对非常高 境界要超过陈锋不止一点 但 陈锋强大精神力所带来的感知能力 着实太过变态 依旧是将它们感知了出来 天蚕兽奴弱有所感 大哥 怎么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微笑 唐王补馋 黄雀在后呢 天蚕兽奴低声道 咱们是螳螂 还是蝉 陈锋微笑 咱们以为自己是黄雀 但有的人觉得 它们是黄雀 咱们是螳螂 天蚕兽奴顿时知道 翘无声息之间 它们两人已经是落入了一个陷阱之中 这是陷阱 他轻声问道 却丝毫不见慌张 刚才不是陷阱 但来者很聪明 现在这里 变成一个陷阱了 但是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 这个陷阱 到底是谁为谁布置的 还不好说 本章完 第4791章 谁才是黄雀 陈锋知道 几乎是一瞬之间 自己两人就落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自己必须要拼尽全力 才能够将这个局面应付过去 只要一个应付不当 便会陨落于此 危险来源于那三个潜藏之人 那三个潜藏之人 陈锋能感觉得出来 他们三个加起来能轻松灭杀自己两人 果然 这任务事件 危机四伏 刚刚一进来不到半个时辰 就碰到了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 但是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 这才能刺激啊 才能真正激发我的一切 他眼中杀鸡一闪而过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我倒要让你们看看 谁才是真正的黄雀 他向天残兽奴使了个眼色 低声说了几句 待会儿 还是你动手 我尽量不展露实力 天残兽奴缓缓点头 在来此地之前 陈锋早就跟天残兽奴细细商量了对策 包括之前 在诸天万界巨塔中的那一切 也都是两人早就商量好的 凡事 尽量让天残兽奴多出头 而陈锋则是居于幕后策划 指挥 天残兽奴对付不了的 再由陈锋出手 在诸天万界巨塔中的行动 就是基于这一原则 而且 天残兽奴的实力 现在也并不弱 他实力进展的速度之快 极为惊人 现在已经是实打实的 超越九星武帝巅峰 接近半部武神了 而且 这还没算上他御兽能力 带来的实力提升 这等速度 也就是陈锋才能吻压他一头了 下一刻 天残兽奴骤然一声爆吼 冲了出来 向着两名魔道中人杀了过去 猝不及防之下 两名魔道中人又都是身受重伤 竟是直接被天残兽奴 将那比较弱的给斩杀掉 此时 那头变身之后的魔道中人 则已经杀掉了一名正道中人 正道修士 还剩一人 魔道中人 也是还剩一人 他一声狂吼 向着天残兽奴冲了过来 天残兽奴哈哈狂笑 来得好 他最是喜欢这种硬碰硬的战斗瞬间 两人瞬间杀成一团 天残兽奴修为 本来就要比他胜出一筹 而且 这魔道中人重伤之下 更不是对手 约有一盏茶时间之后 便是被天残兽奴狠狠摔在地上 发出七粒惨叫 浑身冒险 身体一阵变化 确实那化身的时间已经过了 天残兽奴按照陈锋之前吩咐 没有补上一掌 而是留了他一条性命 他将这魔道中人 扔到陈锋面前 然后 走向那名正道修士 正道修士看着陈锋锋两人 满脸感激之色 两位同道 多谢解救 他能感知到两人的气息 至少不是敌人那边的 只是 比较特殊 不像是熟悉的正道几大之脉 若不是你们 今日就要死在这两个巫族邪魔手中了 巫族邪魔 巫族 陈锋皱了皱眉 这个名字 他之前未曾听说过 但是当这两字说出 陈锋却是身体一颤 心中生起一股极为怪异的感觉 一股荒凉孤寂之感 油然自他心中生起 仿佛什么古老的回忆 要开始缓缓复苏 陈锋心中一跳 难道 我竟然与其 有着莫大的关联吗 两位师兄 不知适合门派 在下九阴真一门 他还未说出自己的名字 天残兽奴 已经一掌拍下 直接把他打晕 而后 亦是随手扔到陈锋面前 以一种命令般的语气呵斥道 探查一下他们两人的精神 是 陈锋点头 一脸唯唯诺诺 此时 如果有人在旁边 窥测的话 一定会觉得 陈锋乃是天残兽奴的属下 可能有点精神力的特长 但实力很一般 只能干这种 窥测精神力的活 陈锋手摁在那正道修饰的肩上 有着幽蓝色的光芒 一闪而过 下一刻 那正道修饰一张脸 就变得木讷呆滞起来 整个人傻在了那里 眼睛发直 这一瞬 陈锋天地反复轮回神功 轰然发动 尽管知道 有人在外面窥测 但陈锋使用天地反复轮回神功 并没有什么束手束脚 毕竟精神力这个东西靠看可是看不出来的 他们根本无法知道陈锋的深浅 这正道修饰只感觉面前一只巨大的幽蓝色瞳孔出现 而后 意识便是急速地向下沉沦而去 天地反复轮回神功空间之中 巨大瞳孔之中 这名正道修饰的过往经历 一一划过 陈锋目不暇接 用了许久 方才将这些东西比较重要的那些 尽数看完 他已经完全摒弃了那些无关紧要的 但毕竟 是一方世界的差距 他需要看的还是极多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陈锋深深吸了口气 正要从中退出 而就在这时 忽然 这名正道修饰那一直死寂的精神空间里面 却有一股力量 自挟刺里狠狠杀出来 轰击在陈锋的精神之上 陈锋如遭重击 天地反复轮回神功空间 剧烈摇晃 而现实之中 陈锋猛地睁开眼睛 一声闷吼 嘴角已有鲜血一出 当然 这却是陈锋灵机一动 装的而已 他的精神世界 确实稍稍受挫 但 也只是稍稍受挫而已 并没有太过厉害 故作如此 不过是为了让那暗中窥测之人 更是轻蔑不屑 更不将他放在眼里 天蚕兽奴心中一紧 本能便要喊出大哥 你怎么了 陈锋嘴角一勾 陈锋嘴角一勾 向他使了个眼色 天蚕兽奴 这才放心下来 陈锋闭上眼睛 感知他刚才那力量 片刻之后 轻轻叙了口气 睁开眼睛 原来 这方世界 正到修饰的精神世界 似乎都有一股力量在保护 陈锋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自己等人 乃是外来者 这等事 以后尽量少做 这还只是一个九星五地 若是更强的对手 只怕反噬就不是这么一点力道了 只不过 虽然有了反噬 但收获却也极大 他声音滴滴 将自己 在这正到修饰精神中的收获 一一到来 原来 这方世界 名为陈巫剑 本章完 第4792章 陈巫剑 陈巫剑 当陈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心中那股怪异的感觉 更深了 刚才 他第一次听到巫族这两个字 心中便是涌起那种颇为古怪 仿佛似曾相识老友重逢一般的感觉 现在 陈巫剑三个字出现 那种感觉就变得更加浓烈 陈锋摇摇头 将这股杂念 从心中驱离 继续说着 这方陈巫剑 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年 大概 要比龙脉大陆大上十数 而五道境界 也要高出四五个境界 当然 只是小境界 并非是大境界 这里 意识幅员辽阔 历史渊源流长 仅是目前所知存在的历史 便已有上百万年 应该说 乃是一方小千世界的佼佼者 比龙脉大陆各个方面 都要强出许多 云巫界 武者无数 宗门无数 家族帝国皇朝无数 但总体来说 却是分为两脉 正道修士一脉 和巫族邪魔一脉 据说 这些巫族邪魔 乃是上古某些特殊种族之后代 血脉颇为强大 其实 他们也算作是正道修士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其天赋及血脉 所以修炼的功法 与普通的正道修士功法 完全不一样 诡异血腥 被视为邪魔外道 其天赋 远远胜过一般正道修士 只是 数量要比正道修士少得多 正道修士 之前一直死命 打压巫族 已经快要将其杀到描翼断绝 穷途没落 但 就在千年之前 巫族不知得了什么帮助 天赋再次提升 实力大涨 竟是完全占据上风 打得正道修士丢盔卸甲 连连失去地盘 而各大宗门也是望风而降 纷纷臣服巫族邪魔 现在 双方之战斗 则已经是 进入到了白热化 正道的地盘 已经只剩下方圆百万里区域的一块 这块方圆百万里区域的最中心位置 就是 灭运仙门 灭运仙门 乃正道领袖 实力强悍无比 这些年来 正是有灭运仙门的苦苦支撑 正道修士 才没有被巫族邪魔给彻底剿灭 但 现在情况却也非常不妙 使尘封等人所在的区域 则是名为九阴山脉 九阴针一门 助手于此 这门派 实力颇为强横 比灭运仙门弱 但也是正道一流势力 正道之中 只有灭运仙门 这一个顶尖势力 下面 乃是十三大超一流势力 在下面 则是三十大一流势力 每一个一流势力之中 至少都有一尊碎星敬强者助手 碎星敬强者 天残寿奴低声道 那是什么境界 很强悍吗 为何没听过这个境界 尘封淡淡一笑 下面就说到了 他接着往下说 九阴针一门 正是三十大一流势力之一 此处 既是九阴针一门的山门所在 也是他们的防守区域 同龄九阴山脉大小宗门百渝 抵御巫族攻击 三年之前 巫族邪魔再一次大举进攻 双方厮杀敖战 整整三年 这九阴针一门 也被攻破 终于也没有保住 这些正道中人 且战且退 而这名正道中人 记忆之中的最后一幕 就是九阴针一门被攻破 掌门陷入围攻之中 却也趁机激发 自己身体潜能 挡住了巫族邪魔的追兵 为他们 赢得一线生机 而他们这几人仓皇逃跑 在此处被巫族邪魔人追上 几乎杀得全军覆没 此时 那名正道中人 忽然浑身聚颤 一声凄厉惨叫 直接摔倒在地 抽出了几下 便不动了 他怎么了 天残兽奴今生问道 陈锋拍了拍手 道 此间舞者的精神力 相当之弱 受不了我的精神力探测 直接精神崩溃而亡了 他忽然心中一动 精神力弱是吧 或许这是一个 可自利用的机会 陈锋接着说道 此方世界 修炼武道 武道最高 为武道宗师 实力就相当于 九星武帝巅峰 武道宗师之上 则是仙道高手 仙道高手 又分五大境界 第一境界 点心境 第二境界 碎心境 第三境界 宁心境 第四境界 第五境界 其实力 大概相当于是 星魂武神境第一重楼 到第五重楼 陈锋知道这个信息之后 亦是震撼 此方世界的最强者 相当于是 星魂武神境第五重楼 那也是极为强悍 绝非我等所能匹敌 只怕玉衡仙子来了 都不是对手 甚至 星魂武神第二重楼 就足以将他们碾死 追杀陈锋 到上天入地的韩昆 也不过是 星魂武神境第二重楼而已 不愧是加了难度的任务 对手还是极为强大的 陈锋正要再去探查 那巫族邪魔的精神世界 此时 陈锋感觉到 三股气息之中的一股 悄然动了一下 就好像是 人保持一个姿势太久了 轻轻扭了扭脖子一样 显然 他并不想出来 但这一个动作 却会让他的气息稍微大一些 陈锋忽然心中一动 觉得自己可以叫破他们行踪 装作刚刚发现了他们 因为 他心中立刻涌起一个主意 这样做 能让自己的计划 更顺利几分 陈锋不动声色 只是看了天蚕兽奴一眼 伸出三根手指 天蚕兽奴心中会议 装作才发现的样子 满脸金木 一声嘀吼 三个狗咚 XZ头鹿尾的 丢滚出来 那几人的气息 瞬间波动 显然 没有想到 自己等人被发现了 下一刻 百步外的浓雾之中 便是有三个人出现 陈锋挑了挑眉 来者 还是熟人 正是那矮小诸如 肥壮巨汉 和那冷漠中年三人的组合队伍 之前 曾经在青铜獠牙巨门之外 出言不逊 各种挑衅 三人看着天蚕兽奴 目光慎重 如临大敌 显然将他当成了大敌 没想到啊 矮小诸如盯着天蚕兽奴 带着几分惊议 更有些许极度 看你这身板体型 本来以为肉体力量强横无比 冲锋陷阵的人物 没想到 你感知竟然这么强大 就算是一般的星魂武神镜 也很难在这么远 感知到我们的气息 本章完 第4793章 率先发难 这 就是陈锋决定提前叫曝他们行踪的目的 让他们对天蚕兽奴更加忌惮 从而将所有的视线集中在天蚕兽奴身上 果然 陈锋成功了 他们 甚至连看都没有看陈锋一眼 在他们眼中 此人根本足为虑 我们三个刚进来 本来想挑个软柿子先捏了 没想到碰见你俩 矮小诸如指了指陈锋 奸生笑道 他确实是个软柿子 可惜 他旁边还有你这个硬茬子 你说我们杀 还是不杀呢 他和那肥壮巨汉对视一眼 两人同时 发出一阵戏谑笑声 忽然 矮小诸如满脸杀鸡 但 你照样还是死定了 你旁边的小子 就是个拖累 我们三个的实力 根本不是一个你所能抗衡的 下一刻 三人实力同时疯狂攀升而起 天残兽奴看了 亦是不由心中一跳 原来 这三人之中 矮小诸如和肥壮巨汉 都乃是实打实的半部武神静强者 而冷漠中年 静赫然乃是一尊心魂武神 尽管只有第一重楼 但 也是实打实的心魂武神 要知道 心魂武神 和武神之下 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两者实力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见天残兽奴脸上露出的惊诧表情 矮小诸如更是得意 天残兽奴的表情 暴露了他们的实力 绝对不足以匹敌自己三人 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在必死的敌人面前 耀武扬威的快感 坚声笑道 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吧 告诉你 我是玄文 他指了指肥壮巨汉 这是宁虎 又恭敬地指向 那冷漠中年 这是我们杨燕老大 小子 下辈子要报仇的话 别找错人 杨燕冷冷说道 别废话了 上 杀了 他们两字 尚未说出 就在此时 陈锋却骤然抬头 眼中凌厉杀鸡 一闪而过 一声嘀吼 动手 几乎就在这两个字 说出的一瞬间 陈锋和天残兽奴 同时动了 没错 不是对方三人先动手了 反而是陈锋两人 率先发难 其实他们说的倒是没错 单说境界 与他们三人相比 陈锋两人可以说是完全落于下风 没有任何胜算 陈锋八星五帝巅峰之境 可以轻易斩杀九星五帝巅峰 但是 与半部星魂五神 只在不相上下 碰到实打实的星魂五神 陈锋还不是对手 全身而退 或许可以做到 而天残兽奴的实力 则接近于半部五神 他们两者加起来 可以吻杀玄文或宁虎 但是面对杨燕 几乎就没有胜算 更别说 同时面对玄文 宁虎 宁虎 宁三人了 但陈锋却显然不会 将这个差距放在心上 他的实力 不是能用境界衡量的 他会给玄文宁虎 宁虎 一个巨大的惊喜 他有无数手段 而现在 他要先占据仙计 变生肘叶之间 突袭忽如其来 玄文 宁虎 杨燕 三人瞬间都傻了 反应不由呆滞了片刻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这两人 竟然没有逃跑 反而 敢主动向着明显占据上风的 自己三人 主动发起攻击 而且 率先动手 并且发号施令的 还不是那个 一直被他们视为生死大敌 实力强悍 严阵以待的强者 而是那一直躲在他身后阴影之中 似乎连面目都看不那么清楚的俊朗白衣青年 陈锋成功地用之前示弱 来麻痹了他们 直接让他们迟至片刻 反应满了些许 于是 陈锋目的达到 瞬间 便是抢到了仙姬 他要的 也就是这一线仙姬而已 仙姬 就是自己的生姬 就是敌人的死姬 当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 宁虎和杨燕 同时发现自己不能动了 原来就在刚才 陈锋一声断贺的那一瞬间 天残兽奴 踏前一步 盯着宁虎 发出一声狂暴怒吼 身体之上 气韵之力翻滚 在他身后 仿佛有着一尊巨大无比的兽神虚影出现 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威压 他的手心向前 手中竟是出现了一条赤红色的鞭子 长有九尺 共分九节 四有形 四无智 看似沉重无比 却又完全由精神力构成 而后 这条赤红色鞭子 便是对着虚空 狠狠地抽了下去 虚空之中 仿佛有万兽怒吼声响起 仿佛有被鞭吃的七粒惨叫声回荡 天残兽奴的本命 天赋绝学 玉兽鞭 他的玉兽鞭 在经过了苍穹之巅的天命称号加持之后 比之前更强了不知多少倍 此时用出 瞬间惊艳 只要是妖兽 都会受此影响 宁虎 不是妖兽 但 早在进入青铜獠牙巨门之前 陈锋就感知到 他身上绝对有着妖兽的心脉 所以 才会专门让天残兽奴来对付他 因此 他也无法逃脱玉兽边的攻击范畴 当玉兽边落下瞬间 宁虎浑身机灵灵地打了个哆嗦 肥状的躯体骤然之间收缩 每一块肌肉都是紧绷了起来 而他眼中则是露出一抹无比恐惧之色 发出凄厉惨叫 如同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恐惧被激发一样 后退两步捂着脑袋 浑身抽搐 别说攻击了 甚至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杨燕见此一幕 大惊失色 历声大吼 但下一瞬 他便发现 自己已是自顾不暇了 原来 那名一直不险山不露水的白衣青年 微微一笑 右手一挥 顿时一个东西 便是飞了出来 狠狠向着杨燕标示而去 这 竟是一根洁白如玉的手骨 正是人黄手骨 人黄手骨一出现 立刻便有一股强大意识传来 陈锋感觉 人黄手骨在疯狂地挣扎 想要摆脱自己的控制 他杀戮的欲望强盛无比 本能地就要冲着血气最旺盛的天残兽奴杀去 而且 他似乎根本不在意自己的强和弱 就只有一个想法 杀 当真是个难缠的家伙 陈锋金色精神力极具消耗 如天河一般倾斜而出 这才控制住人黄手骨 瞬间 人黄手骨 飞到杨燕面前 杨燕瞳孔急剧收缩 这跟人黄手骨给他的感觉 极致的邪恶 无尽的杀戮 本章完 第4794章 你被耍了 就连他这尸山血海之中杀出来的强者 再一刻 都被那精神狠狠压制 整个人瞬间呆着在原地 心中漠然涌起极致的恐惧 他恐惧到了极点 他感觉似乎下一刻 自己就会被这根人黄手骨直接摧毁 这一刻 他心中充满了极致的绝望 杨燕实力最强 对付他 当然要用最强的宝物 人黄手骨 虽然之前已经耗尽了力量 但他那股强悍的气息 依然在 于是瞬间 杨燕将在原地 动弹不得 人黄手骨不能杀了他 但却足以将他困住 天残兽奴的玉兽鞭 自己的人黄手骨 这就是陈锋的两张底牌 果然 这两张底牌一出现 效果变好的出奇 此时 这个强大势力之中 只剩下玄文一名强者 虽然他们 只能被困住短短几个瞬间 但是 陈锋嘴角勾勒出 一抹冰冷笑意 杀你 足够了 他和天残兽奴 同时向着玄文杀了过去 这一幕 直接让玄文待在了原地 几乎只是一瞬间 宁虎和杨燕 竟然都被困住 而原地 只剩下自己一人 还能活动 对方两人 则是狠狠杀来 瞬间 他便明白了 陈锋两人的意图 眼中暴露出无比凶光 你们想杀了我是吗 你们觉得 我最弱是吗 天残兽奴和陈锋 一言不发 杀气凶狠 天残兽奴在前 陈锋在后 天残兽奴 气势疯狂暴涨 身上气韵之力 疯狂压下 他不是人类舞者 身上境界不明显 因此 玄文看不出 他到底有多强 只是感觉 他这气息 比杨燕似乎还要强大一般 但就算是这样 玄文也有一战之勇气 苍穹之巅的舞者 从来不缺乏勇气和试探对方的头脑 但下一刻 他的勇气轰然崩散 原来 此时 陈锋身后 数十条心脉 同时展露而出 日升月落 星辰起伏 强悍无比的气息 似乎比天残兽奴还要强大 陈锋在这一刻 展露出来自己的全部实力 玄文发出尖锐无比的叫声 原来你是装的 你的实力 竟然也这么强 四十条心脉 你竟然有四十条心脉 他认识的人中 没有一个心脉 有这么多 此刻 陈锋在他心中的实力 还要远远胜过天残兽奴 瞬间在他心中 烙印下了不可战胜的印象 而这 也彻底击碎了他的所有勇气 玄文本来进攻的势头 瞬间止住 连连后退 疯狂防御 甚至 准备逃走 就连杨燕 此时一时瞳孔急剧收缩 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陈锋 此人竟然这么强 原来之前一直在隐藏实力 而这 正是陈锋所要的目的 其实 他如果真要对付玄文的话 绝不会这样展露实力 而是来到境前 才爆发出来 出其不意 他这样做 是因为 他就是想让玄文躲避 陈锋朗声长笑 你被耍了 下一刻 他跟天残兽奴所有的攻势 同时破碎 两人身形一折 竟然攻向了宁虎 瞬间 天残兽奴的攻势 陈锋的拳头 都是狠狠地砸在了宁虎的身体之上 尤其是陈锋的拳头 狠狠地落在了宁虎的头颅之上 四十条心脉的力量疯狂涌出 那无与伦比的强横攻击 直接将宁虎砸得嘶声惨叫 脑袋重重一歪 脖子似乎断折 而天残兽奴的攻势 则是几乎将宁虎的整个上半身 都给打碎 原来 陈锋两人的真正目的 不是玄文 而是宁虎 杨庄攻击做出将玄文击杀的姿态 瞬间便让玄文化作惊弓之鸟 胆战心惊之下 直接后退 实则 两人的真正目的 乃是宁虎 玄文与宁虎实力不相上下 宁虎被困住 根本无法还击 显然是宁虎更好杀一些 杨庄攻击将玄文逼退 相当于是省了一张 用来控制玄文的底牌 宁虎虽然修为达到半部武神 但毕竟此事无法防御 轻松被两人破开防御 瞬间打成重伤 玄文此时方才发现上当 发出恼羞成怒的尖叫 冲了过来 而宁虎此时被玉兽边控制的石啸 也已经过去 猛然惊醒 瞪着两只硕大如酒坛般的眼睛 疯狂怒吼着 准备还击 杨雁终归是酒精杀戮 此时也是瞬间回过神来 看到此时尘封两人的举止 于是他嘴角立刻露出一抹冷笑 两个蠢货 竟然不知道第一时间斩杀我这个最强者 你们觉得杀了最弱的他 可以剪出我的羽翼吗 死一个他 甚至两个都死掉 对我来说毫无影响 只要我不死 你们就得死 他心中很是不屑 嘲笑尘封和天残兽奴的愚蠢 他虽然被人黄手骨定住 身体动弹不得 但并不影响他的思维 接着他却是发现 那股笼罩自己的压力不见了 原来那怪异的手骨 已经消失了 杨雁几乎忍不住要哈哈大笑 这两个蠢货 这个时候竟然放弃控制住我 你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有先杀了我 一步错 步步错 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身形一闪 凶狠无比地扑了上去 此时 尘封和天残兽奴又一次陷入极致危局之中 玄文 杨雁 杀了而来 宁虎 也还活着 三人 围攻尘封两人 杨雁狂笑 除非你们能杀了宁虎 但 可能吗 没错 要破局 除非能够将宁虎一击必杀 但 有着特殊兽足血脉的宁虎 生命力远比同等级的强者 要强得多 尘封哈哈大笑 谁说我做不到的 睁大你们狗眼看好了 一拳轰出 而此时 那人黄手骨 已经是被尘封握在手中 夹在两指之间 只不过 他的拳头 被袖子拢在其中 大袖飘飘 玄文和杨雁 根本看不到 下一刻 尘封的拳头 便落在了宁虎身上 那人黄手骨 也是吃得一声清响 轻轻刺穿了宁虎的皮肤 人黄手骨 由于之前那一番恶战 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如果靠自己的能力的话 是断然无法杀掉宁虎的 但关键问题是 现在的宁虎 衰弱至极 本章完 第4795章 人黄手骨 恐怖 同时 他的血气 也是充沛之极 人黄手骨 最喜欢的 就是这样的猎物 人黄手骨诡异 而恐怖的力量 瞬间爆发 下一刻 宁虎发出一声 淒厉的惨叫 身体砰的一声 化作无数飞灰 直接消失 他体内血气 则是如一道血色长河一般 被人黄手骨给吸收了进去 人黄手骨之上 传来一阵极为欢愉的情绪 兴奋喜悦 而他的力量 也是急速攀升 已经比之前强了许多 原来 陈锋留着宁虎没有杀死的原因 竟是要以 他的无尽血气 来将人黄手骨的能力 给重新培养起来 人黄手骨 直接将宁虎轰杀 这个在所有试炼仙徒之中 绝对不能算得弱的强者 竟一招都没能打出来 便被直接击杀 死得无比憋屈 而这一幕落在玄文和杨燕眼中 那就变成了尘封一拳 将宁虎轰尘飞灰 如此恐怖 而且 更是将敌人化为血气长河 化为自己的力量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这是人黄手骨的功劳 玄文和杨燕惊害到了极点 但杨燕 毕竟是杨燕 很快定下神来 一声爆吼 我们还是战上风的 我一人就可以将他们击败 你刺激在旁边出手 十招之内 灭杀他们 玄文大声应试 杨燕说得没错 人黄手骨恢复的力量 尚不足以威胁到杨燕 而杨燕一人 就可以将尘封和天蚕兽 奴押制 尘封微微一笑 你确定 瞬间 杨燕心中涌起不祥预感 而此时 尘封精神世界之中 巨大嘶吼之声传来 尘封仰天怒吼 身后宛若有一头黄金狮子 怒吼出声 声波宛若实质 狠狠地便是轰在了杨燕身上 于是瞬间 杨燕身体直接僵直了那么一瞬 下一刻 他那疯狂的怒意 僵在了脸上 佛陀怒怒施吼功传来 他浑身僵硬 根本动弹不得 他又惊又怒 更是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刚说出大言 结果瞬间又被尘封困住 尘封的佛陀怒目施吼功连 出身于名门大派 远远流长 修为达到了星魂武神进第二重楼的寒昆 都能困住 更别说杨燕 他实力 还是远不如寒昆 佛陀怒目施吼功 只能将杨燕控制住一瞬的时间 但 这一瞬 足够了 尘封和天残兽奴 立刻杀向了玄文 玄文本来是朝着他俩杀来 他想得很好 和其他两个同伴 一起夹击尘封两人 结果转眼 同伴一死一被困 此时 他这一举止 正如同自投罗网 当玄文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 他已经无法收手了 尘封和天残兽奴的攻势 疯狂地落在他的身上 尤其是尘封 身后四十条心脉 力量涌动 每一拳落下 都是沉重无比 仿佛能让大山崩碎 能让江河断流 每一拳落在玄文身上 都让他发出七粒惨叫 筋断骨折 玄文的实力 与宁虎不相上下 但是他的防御力 却要比宁虎落得多 因此 他甚至比宁虎 更加容易斩杀 一瞬不到 便已重伤 尘封又是一拳 落在他的身上 依旧是仁皇手骨 藏于两指之间 仁皇手骨 比刚才威力更大 刺入玄文体内 瞬间将其化为飞灰 最后一击 依旧由仁皇手骨完成 无尽血气长河 再次涌入仁皇手骨之中 仁皇手骨兴奋至极 更是对杨艳虎视眈眈 杀鸡凶勇无比 接连杀死两名半部武神境强者 他现在已经恢复了 极大的实力 杨艳瞳孔一缩 看向尘封 目光之中充满忌惮 他不知道 这是仁皇手骨的功劳 只以为 尘封修炼 有一门极其强悍的拳法神通 两拳便打爆了两名半部武神境强者 但此时 仁皇手骨力量恢复之后 意识更难控制 他疯狂挣扎 既于脱困而出 不受尘封控制 尘封身形摇晃了一下 一声嘀吼 两道鲜血自鼻子里面流出 尘封擦掉鲜血 只觉头晕目眩 精神力已经是激进干涸 但尘封知道 此时 生死之时 他咬咬牙 金色精神力再次倾泻而出 本来略有些不稳的人皇手骨 立刻稳住了 天残兽奴担忧地看了尘封一眼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尘封知道 现在没有任何时间浪费 一声爆吼 杀 两人咬着牙 沉默着向杨燕杀了过来 此时 杨燕也摆脱了佛陀怒目施吼宫的控制 他眼睛血红 嘴角抽搐 整个人已经怒到了极致 恨到了极致 杀意浓烈到了极致 他发出疯狂的嚎叫 老子要杀了你们两个 他一直很是冷静 但现在 却是冷静不了了 连续两次被敌人困住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个手下 被敌人生生击杀 却无能为力 这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又看到尘封的异常 更是惊喜 小子 原来你动用这门强横拳法 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哈哈 我看你还能不能打出第三拳 下一刻 狂暴无比的他 和冷静如冰的陈锋 天残兽奴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轰的一声巨响 震天动地一般的攻势 无穷力量 疯狂向外一出 杨燕随手 便将天残兽奴砸飞 而他的注意力 则是全部集中在陈锋身上 准确来说 是陈锋那被大袖 笼罩在其中的拳头之上 充满戒备 在他看来 这是唯一能给他带来威胁的东西 他的所有力量 密布在右拳之上 与陈锋的拳头 狠狠撞击在一起 下一刻 两者轰然相交 但杨燕 却是愣住了 他没有从里面 感觉到什么极其强悍的气息 而陈锋 更是轻易被他震飞 杨燕心中诧异无比 这是怎么回事 陈锋被一拳击飞 狂喷鲜血 感觉浑身上下 如同散架一般 瞬间重伤 但他嘴角 却是带着一抹轻笑 目光 看向杨燕身后 就在这一刻 杨燕身后 一道洁白如玉的光芒闪动 人黄手骨出现 狠狠杀向他的后心 原来 这才是陈锋的杀手锏 陈锋很清楚 想再靠刚才那一招 对付杨燕 断然不可能 本章完 第4796章 算计到极致 虽说人黄手骨 恢复了一定的力量 但正面搏杀杨燕 也很难 陈锋估计 如果两拳相交 最多也就是能够让他受伤 所以 陈锋在方才 就已经悄然将 人黄手骨扔出 控制他出现在杨燕背后 发动这 致命一击 杨燕的所有防御 全部都密布在自己的拳头之上 所有力量意识密布于此 那么 他的后背 就是防御最弱的时刻 人黄手骨 呼啸而来 杨燕骤然回头 一声嘀吼 满脸惊骇 但 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眼看 就要击中杨燕身躯 但杨燕不愧是老牌强者 极为恐怖 底牌也是极多 就算是这样 竟然还有底牌 他忽然张口 竟是吐出一口小小黑色珠子 那小小黑色珠子 在空中瞬间幻化 化作一只漆黑纤细修长的手掌 把他往旁边轻轻一推 就这么轻轻一推 力道很小 但足以让他横移三尺 这 就足够让他能躲开人黄手骨的攻击 杨燕即是得意 笑道 小子 只要我躲过了这一击 你们 就死定了 但 就在这时 他忽然脸色又是巨变 低头看去 一声爆喉 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们所在的地方 刚才经历了正道中人 和巫族邪魔的一番厮杀 地面之上 有着十几具尸体 就在杨燕旁边 就有一具 若是他足够细心的话 便会发现这一具尸体 正是尘封之前 曾经审问过的 那正道中人 其实 他看到这里有尸体 但 本能地将其忽视 但 就在这一瞬 那一直被杨燕忽视 丢在旁边的正道修饰的尸体 却是骤然间伸出右手 抓住了杨燕的脚踝 他的力量 不是多么强 事实上 就以他这点修为 抓住杨燕脚踝的话 杨燕随便一脚 便能够将他踢飞 但 这个时候 他力道已尽 只是竭尽全力 才能借助那鬼手 挪开三尺 而此时 他的右脚踝 被那具尸体 牢牢抓住 尽管下一刻 他力量本能的一阵 直接将这具尸体弹飞 那尸体狂喷鲜血 重重摔落在地 扭曲成一团 这次 是真的死了 但这一抓 却终役是耽误了他一瞬 就这一瞬 便足以决定生死了 这等境界 这等实力 生死相搏 一瞬之差 有可能 便是生死之别 下一刻 杨艳脸上表情凝固了 后背一凉 接着 撕心裂肺般的剧痛 便是传来 在他胸前 一物飞了出来 绕了一圈 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正是人黄手骨 他骇然低头看去 便看到 自己的前胸后背 已是被穿透了一个大洞 整整齐齐 里面所有的一切 都消失了 都化作血气 被人黄手骨 给吸收 瞬间 杨艳身受重伤 而人黄手骨实力 则是更强 杨艳 伤势极重 但 他甚至连一口血 都没吐出来 因为 那伤口的血气 瞬间都被蒸干了 杨艳看着陈锋 满脸凄厉之色 你 你早就 算准了这一切是吗 这尸体 是你故意留在这里的 你一直在控制它 没错 陈锋 微笑 忽然眼角 有鲜血一出 金色精神世界 更是激进崩溃 那正道修士瞬间惨死 使得一直控制她的陈锋 精神世界狂震 压力更大 她擦了擦血 微微一笑 冷静到让杨艳几乎崩溃 其实 她没有死 只不过 我控制了她的思维 让她以为自己死了 原来 方才陈锋 在探查完这正道修士的精神世界之后 并没有断开与她之间的联系 所谓的她死了 不过是说给玄文三人听的而已 让他们先入为主 本能感觉 这些都是死人 实则 陈锋一直奋出了一点精神力 与这正道修士相连 将其控制 于是 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发出了那致命的一击 杨艳惨笑 厉害 你算计够厉害 精神力也够厉害 真是算到极致 她经验极为丰富 口中说着 却是一转身 向外逃去 只是 此时 她又如何逃得掉 死消笔掌之下 又怎么可能逃得掉 仁皇手骨兴奋的追杀 仁皇手骨 横贯长空 又是一击 这一击 则直接将杨艳 化作飞灰 至此 玄文 命虎 杨艳 三大高手 尽数被斩杀 仁皇手骨 吸收了杨艳的力量 力量疯狂生腾 比她最强的时候 还要强大无数倍 瞬间 无尽指的邪恶 恐怖 将这里笼罩 那种恐怖落下来 让陈锋两人 直觉面前瞬间一黑 眼前似乎有群魔乱舞 有无尽大恐怖 无尽大绝望 两人浑身一颤 都是动弹不得 若不是两人都乃是心智极为坚定之辈 只怕这一瞬 就要心智沉沦 永世不得超生了 尘封一声低吼 给我安分一点 不然我重新将你封印 让你永坠沉沦 而后 几乎是压榨一般 将自己最后一点 金色精神力 尽数倾泻而出 终于 将仁皇手骨压制 趁此机会 陈锋迅速将仁皇手骨收回 刚刚收回 陈锋不用再以精神力支撑了 顿时 心下一怂 而下一刻 陈锋忽然一声大吼 捂住脑袋 身形摇晃 站都站不稳 直接摔倒在地 他蹊跷流血 浑身冰凉 感觉自己脑袋里面 仿佛有几十根大金 在蹦蹦弯跳 疼到了极致 他的精神世界 似乎要被生生打碎了一般 天残兽奴大金失色 大哥 你怎么了 陈锋在原地喘息良久 方才能够睁开眼睛 能够稍微控制 一下自己的身体 他之前感觉 自己几乎要死了一般 陈锋嘴唇微动 轻声说道 赶紧离开这里 这里的动静瞒不过旁人 绝对是极危险的地方 天残兽奴连连点头 赶紧背起陈锋 陈锋忽然手指向地面 那三个东西 还有那个巫族邪魔 不要忘了 天残兽奴目光扫去 这才经意发现 玄文 宁虎 杨艳 陨落之处 竟有三个轮回玉牌 在那里漂浮 其实 轮回玉牌 对于他们来说 没什么价值 本章完 第4797章 一只眼睛 随着苍穹之巅强者的死亡 它的轮回玉牌里面 它所有的气息 都会被抹去 自然 里面所有的宝物 也都会消失 这 将会成为一个无主之物 直到有缘之人 偶然得到 他不知道 陈锋拿这个要干什么 却听话捡起 而后 一手抓着那巫族邪魔 背着陈锋 迅速离开此地 整个过程 看似复杂 其实极快 从玄文等人开始动手 到陈锋将他们击杀 不过三五个瞬间而已 片刻之后 忽然树到强悍气息 迅速来到此处 足有十余人之多 若陈锋两人在这儿的话 一定能够认得出来 这些人 便是与他们一同进入 陨巫界世界的其他苍穹之巅强者 他们来到这里 四处看着 感知气息 接着 脸上都是露出古怪之色 不对啊 刚才明明听到这边厮杀声大作 是啊 而且有极其强悍的力量气息波动 怎的现在不但人没有 连血迹什么的都没见 地面之上 空空如也 血迹 衣服碎片 武器 全都没有 只有些许战斗的痕迹 这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众人都是奇怪 却不知 一切生机 都已经被人黄手骨吞噬 却唯有那名 看起来得了绝症的沉默少年 蹲在那战斗的痕迹之处 详细看着 若有所思 如果陈锋还留在这里的话 定然不能幸免 天残兽奴背着陈锋 一口气足足离开战斗之地数千里 方才停住 这里 乃是一片密林 四周浓雾遍布 能够有效隔绝其他人的窥测 陈锋躺在地上 直接便昏睡了过去 他此时的精神世界 几乎要破碎 从来未曾受到如此重创 整整睡了一日一夜 陈锋才醒来 精神依旧是一片混沌 但 精神力还是稍微恢复了一点 见他睁开眼睛 添残兽奴大喜 大哥 你醒了 陈锋轻轻叙了口气 苦笑道 今日 精神力着实消耗过度 他今日 先使用天地反复轮回神功 又略略遭受反噬 这倒不算什么 但接下来 控制人黄手骨 对精神力损耗大到恐怖 前所未有的消耗 让他的精神世界 濒临崩溃 驾驭人黄手骨 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力 而如果他不用精神力 控制这人黄手骨 便根本失去理性 只怕连天残兽奴都杀 甚至连他这个主人都要攻击 他若要控制 那就需要一刻不断地 消耗极其巨大的精神力 事实上 也就是陈锋了 其他舞者 别说是跟陈锋同一等级的了 就算是一般的星魂武神 驾驭这人黄手骨 只需一个瞬间 就会耗光所有精神力 陈锋感应自己的精神世界 此时 他的金色精神世界 已经稳固下来 不再摇晃 但是里面却是格外凄凉 本来如帝永金拳一般四处密布的金色精神力 激进消失 只是在缓缓恢复 但 好消息也有 金色精神力 在精神世界各处 如泉水一般鼓鼓涌出 欢快无比 源源不断 似乎 其活力 比之前还高了许多倍 陈锋若有所思 越是极致残酷的压榨和锤炼 精神力便越是被锤炼的强大 而有活力 但接着 他便苦笑 但是这样的战斗 还是太残酷了 回想起两日前那场战斗 陈锋也是心有余悸 这几乎是一个必死之局 这一场战斗 看似几个瞬间就结束 干脆 直接 训绩 但 却耗尽了陈锋所有的心力 和实力 陈锋看似轻描淡写 实则已是算计到了极致 亦是把自己的底牌 用到了极致 才看起来 毫不费力 要知道 这可是三个加起来 足以轻易捏杀他们两人的对手 担惊结虑 不过如此 至少数日之内 我无法再使用人黄手骨 陈锋估散了一下 他大概需要三天时间 恢复了足够精神力之后 才能使用人黄手骨 而且 只能使用一次 一顺而已 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奢侈 不过好消息就是 人黄手骨 已经恢复得足够强大了 陈锋完全可以将它当成 必杀易击使用 陈锋估计 自己的精神力 要恢复到之前巅峰的状态 只怕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 解除了刚进来的危险之后 以后安全程度能提升很多 更何况 精神力不提升 我可以提升其他 陈锋忽然心中一动 我需要寻找到一门 让精神力尽快恢复的法门 或者是急速恢复精神力的丹药 陈锋越想越觉得 此事必须要抓紧 极为重要 之前 我的精神力极其雄厚 精神世界宽广无垠 直至现在 精神世界也未完全打开 所以过去的时候 我总感觉自己的精神力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随意挥霍 也不用刻意恢复 但现在 陈锋知道 其实不是自己的精神力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而是之前自己所接触的那些宝物 或是功法武技 等级都太低 完全达不到 与自己精神世界相匹配的一个级别 所以说 消耗的精神力非常低 但当他现在 所拥有的这宝物人黄手骨 强悍到开始疯狂消耗精神力的时候 他意识到 自己必须要有所谋划了 然后 陈锋又调息了一日 精神力恢复了些许 至少看上去 一如往常 而后 他强忍住晕眩疼痛之感 来到那巫族邪魔面前 这巫族邪魔 被生情之后 一直没死 幽兰色瞳孔骤然出现 天地反复轮回神功发动 陈锋接下来 要实施一个更大的计划 他必须得到足够多的 信息 天地反复轮回神功 施展得很是顺利 一瞬间 陈锋的意识 便是侵入到了 那巫族邪魔的精神世界 和记忆之中 面前 一片黑暗 邪恶 阴冷 凶狠 暴怒 杀戮 如同潮水一般 汹涌涌来 几乎让陈锋 无法承受 但 这也正常 陈锋意识继续向前 就在这时 忽然 这巫族邪魔的整个灵魂 都是一变 精神世界的深处 陡然之间 黑色如潮水褪去 竟是露出了一只巨大的眼睛 本章完 第4798章 同伴 一只巨大的 血红色眼睛 它的瞳孔则是树立的 更是一片惨白 血红色的眼睛 惨白的瞳孔 让人看一眼 便觉心惊胆战 而这只巨大的瞳孔 更是伴随着无与伦比的强悍精神力 狠狠地向着 陈锋涌来 这精神力 是陈锋都无法抵挡的 不过 陈锋现在精神力的反应 异常敏锐 发现不对 立刻精神力抽身而退 天残兽奴看到 陈锋身体骤然后退 而后 猛地睁开眼睛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大哥 怎么 陈锋苦笑 还好 反应得快 此处真是处处凶险 此时 巫族邪魔精神世界深处 那巨大眼睛之中 闪过一丝漠然 冰冷 下一刻 那眼眸便是和尚 陈锋惊骇看着面前 这巫族邪魔 他精神世界深处 那只巨大的眼睛是什么 那只眼睛给我的感觉 似乎能毁天灭地一般呀 绝对不是我所能抵御的 似乎比我碰见的精神力最强的人 还要强大 下一刻 陈锋看到 这巫族邪魔 浑身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接着 他的身躯 则是轰然化作一片虚无 原地 则是只留下了一滴手指度大小 如同红宝石一般的东西 陈锋轻轻吸了口气 这巫族邪魔 当真是有古怪 他可以确定一件事 那只巨大的眼睛 绝对不会是此人的 他的实力 根本到不了那个程度 那 又是谁的眼睛 出现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 陈锋都不得而知 只能一点点探索 陈锋伸手 黏起那拇指度大小 若红宝石一般的东西 伸手捏起 仔细感知了一下 便是发现 此物乃是类似于 精血一类的东西 他深深吸了口气 能够感受到 里面蕴含的极其狂暴 而又厚重的力量 那力量 极为的厚重 更是透着远古蛮荒的气息 极为醇厚 面对此物 如同面对一片 无尽无涯的大地 不过 虽然等级极高 但却被稀释了无数倍 陈锋挑了挑眉 回想了一下 另外 两名巫族邪魔 却并没有凝聚出这种精血 陈锋便了然 想必只有巫族邪魔中 颇为强大 甚至拥有这等化身能力的人 才能凝聚吧 陈锋小心翼翼 将其收起 天蚕兽奴问道 咱们现在去哪 去哪 当然回去 回去 天蚕兽奴满脸讶然 是啊 也该回去 会会那些朋友们了 陈锋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这一天一夜的时间 想必该去的人也都去了 该选择的 都选了 天蚕兽奴诧一问道 他们难道还没有走 为何要在那里等着咱们 陈锋看见天蚕兽奴 你是不是觉得 好像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 天蚕兽奴皱眉 想了片刻 忽然一击涨 恍然说道 是不是还没有发布任务 没错 天道主宰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发布任务 我们进来 算下来 已经有两天一夜的时间了 你觉得这是为何 天蚕兽奴 懵懂摇头 陈锋微笑 给我们一个初期选择的机会 天蚕兽奴 似懂非懂 陈锋拍了拍手 转身向之前那个地方走去 走吧 别让他们等急了 很快 陈锋两人便是来到之前与杨燕等人恶战之地 两人并未遮掩气息 因此很快便被发现 等两人踏破浓雾进入那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看了过来 按照陈锋之前的吩咐 天蚕兽奴大咧咧地挠了挠头 破口大骂 他娘的 这个鬼地方怎么到处都是人厮杀 见了我们就扑上来 不分青红皂白仙打一顿 这两天 我们哥俩打了七八场 到最后 实在打不动了 一路打一路逃 现在可算见着你们了 他咧嘴大笑 怎么着 咱们要不要结伴同行 给这帮本地世界的土著 一个厉害瞧瞧 这番话一说完 众人神色各异 多半都带着几分不屑和轻蔑 天蚕兽奴这番话 给他们的感觉 完全就是一个鲁莽无知 什么都不懂的新人 众人都是摇头 这两个人 一个境界其低 实力极弱 一个虽然实力非常强悍 但似乎脑子却不太好使 此时 一名沉稳中年走出 微笑道 二位兄弟 你们可算是来了 我们在这等了也好久了 陈锋看到他 目光一缩 此人之前不险山不漏水 丝毫没有展露出来什么 但现在却俨然一副老大的作派 而其他人竟然也没提出意见 在此人身后 那身穿兽皮大汉 还有那名沉默秀美少年 站在那里 显然 三人已经结为一伙 陈锋挑了挑眉 此人颇有手段啊 沉稳中年道 我名湛修 又指了指那瘦皮大汉 微笑道 这是鲜鱼万寿 那看起来身患重病的秀美少年 笑嘻嘻地挥了挥手 我名 崔九熙 其他人 亦是纷纷上来自我介绍 陈锋印象颇深的 是一个名为司徒梦的女子 她和另外两名女子乃是同伴 长相极为艳美 但却给陈锋 以一种极为危险冰冷的感觉 如同一条吞吐着毒蛇的艳丽毒蛇 另外一个 便是名为断气的高大冷硬中年 板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只是说了自己的名字 她武器为大到夸张的巨刀 杀气森森 让人不敢小觑 她的实力 看起来最为强悍 因为他们 竟然足有五个人进入此地 其中有三人 都与断气打扮相似 身材高大 给人的感觉极为健壮 气血旺盛之极 手中武器 也是巨刀 跟她宛若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他们五人队伍中 唯有一人是个例外 此人 竟然是他们的一个奴隶 被关在一个牢笼之中 牢笼高不过一米 长宽则只有两尺左右 极为的狭小 就算是孩童被关入其中 只怕都极为的闭塞难受 而这奴隶则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估计站起来足有两米多高 此时却拳着手脚 勾搂着身体 几乎是被挤成肉饼 本章完 第4799章 残酷 无规则杀戮战场 让人看一眼 便绝说不出的难受 他浑身上下都是伤口 遍布血污 头发乱糟糟的 气息若有若无 看起来似乎已经重伤冰死 被一名高大刀客提在手中 其他人都对他们五个极为戒备 竟然还带了一名奴隶进来 这奴隶重伤冰死 但身上气息颇为独特 我估计 这奴隶应该血脉特殊 他们应该是要拿着奴隶做献祭之用 没错 想必他们若要布设什么阵法之类 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时候便以这奴隶之命为祭奠 众人纷纷猜测 战修四处看看 脸色略有些阴质 二十个人 现在来了十七个 杨燕三人 想必已经不幸 刚一进来 就折损了三个人少 在他身后 先于万寿默然一笑 大咧咧地张了张嘴 早知道 还不如让我把他们杀了 战修皱了皱眉 训斥两句 尘封目光深深 悄然在这些人身上划过 他们之中 有楚平生派来杀我的 楚平生当初说的那句话 陈锋毫不怀疑 他不至于 也不可能在这句话上撒谎 如果说 他只是为了影响陈锋心智 而并没有真正派出人来动手的话 那也对不起他苍穹之巅 百年后第一人的名号 所以 他必杀自己 而杀手 一定在这些人之中 而就在这时 忽然 所有人都感觉心中一震 下一刻 他们便是说不出的兴奋 天道主宰的意志 轰然降临了 接着 所有人都听到一阵细碎的花花声响 接着 脸色一变 原来 竟是有着无数细小蚊虫 自各处蔓延而来 先是若溪流 接着如大河 瞬间 将众人所在之地 汇集成一片虫海 很是恶心圣人 接着 虫海飞起 在空中 划出诡异而又怪诞的几行字体 无规则杀戮战场 开启 任务目标 每个人 都要斩杀敌队阵营五到强者十人 点心境强者二人 碎心境强者一人 若能斩杀宁心境强者 有特殊奖励 任务时长 半年 任务未完成惩罚 抹杀 其他规则 无 血淋淋的几行大字出现 让众人都是浑身一颤 尤其是无规则杀戮战场 那七个大字 无规则杀戮战场 触目惊心 映入众人眼帘 顿时引得几名知情之人 发出惊呼之声 有人更是满脸恐惧 颤声说道 竟然是无规则杀戮战场 完了 这次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啊 更多的人却是懵懂 不知这是何意 有人叫嚷道 给咱们解释解释 到底什么意思 别在那儿一惊一乍的 战修看向众人 沉声说道 诸位 稍安勿躁 我来解释一下 他顿了顿 咱们都知道 若是平时的话 你杀了一个苍穹之巅的强者 他的宝物 他的一切 你什么都得不到 他存放在轮回玉牌中的所有东西 一瞬间 都会被天道主宰收回 或是清空 只会留下一个无用的玉牌 众人点头 确实如此 下一刻 战修神色忽然变得诡诀起来 忽然有人惊呼道 难道说 在无规则杀戮战场里面 竟然 没错 战修看着他 微笑道 在无规则杀戮战场里面 你杀了苍穹之巅强者之后 他的宝物 不会被清除 反而都会存在轮回玉牌之中 想想吧 丹药 秘笈 神兵 宝器等等等等 都可能是你的 你有机会 得到他的宝物 当然 可能是全部 也可能只是一部分 看你运气 若是运气好的话 战修的话语 悠悠渺渺 举个例子 他之前花费巨大代价 转化成的高等级血脉 经过无数次提升 可能已经变得等级极高 而现在 有可能凝聚在他的轮回玉牌之上 让你捡得大便宜 他的声音悠悠 充满了无比的巨大诱惑 想想 你杀了他 得到这一切 那么 你的实力 直接就能翻倍 运气再差 提升一两个等级 还是没问题的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鼓励厮杀啊 正常情况下 斩杀一名同伴 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 没人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在这种情况下 斩杀一名同伴得到的好处 就太大了 瞬间所得到的一切 比你在苍穹之巅 苦苦挣扎 薄杀十几年的收获都要多 双方实力差不多 你杀了他 得到了他的一切 那你的实力 瞬间就能翻倍 若是正好弃合或互补的话 实力翻数倍都有可能 这是何等巨大的诱惑 瞬间 众人都眼冒凶光 杀鸡四射 不知不觉 距离都稍微拉开了一些 看向别人的眼神之中 也是带上了几分警戒和冷色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敌人 哪怕是之前 曾经并肩作战 战修声音冷悠悠道 不过 也别怕 实际上 这种任务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梦寐以求的 是危险杀局 但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无规则杀戮战场 残忍无比 死亡极多 但是能从中活着出去的 都是能够获得大量的资源 实力突飞猛进 远远超出同阶段的其他人 往往能够成为佼佼者 甚至崛起 成为大能 这番话 更是惹得众人心中起了波澜 也不知道 这一次的幸存者 会是谁呢 战修嘴角露出诡异表情 看向众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盯着陈锋两人 但陈锋神色正常 他什么都看不出来 好了 先不说这个 战修陈声道 他显然有意要成为带头之人 因此将自己得到的信息 向众人分享 此方世界 分正道修士和巫族邪魔 武道巅峰 为武道宗师 相当于九星五帝巅峰高手 他重点讲了这里的势力划分 当然 他说的这些 陈锋早就知道了 这就意味着 我们每个人至少要斩杀十名武帝进高手 两名星魂武神进第一重楼强者 本章完 第4800章 选择 正道 还是巫族 他顿了顿 还有一名星魂武神进第二重楼强者 前面十个不难 后面三个 着实是有点难 他目光扫了一圈 诸位可认同 众人都是点头 大伙儿大概也能感觉得到 众人之中 实力普遍在半步武神进 能够达到 星魂武神进第一重楼的 寥寥无几 星魂武神进第二重楼的 更是一个没有 当然 这是在没有隐藏真正实力的前提下 而且 实力也不能单纯的看境界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如此残酷的斩杀人物 单靠自己的话根本无法完成 到时候都要被抹杀了事 想要猎杀星魂武神第一重楼 那么至少需要三个同等级别的高手 或者是星魂武神进第二重楼才行 战修说道 所以 为了完成任务 我等要精诚合作才是 众人无论心中怎么想 此时都没人提出异议 若提出反对 等于是将自己放在所有人的队里面 战修继续说道 我等 最好集中所有力量 进入某一个放势力之中 然后 每一次 都几个人共同猎杀敌人 也可以在战场上 偷袭对方落单 或者重伤的 他一看这种事 就没少干 侃侃而谈 很有经验 争取让每个人都尽快完成任务 毕竟这里的无者无数 要杀起来总有的杀 争取 先让每个人躲过被抹杀的危险 然后 咱们有什么恩怨 再自行解决 众人纷纷点头 这倒是众肯之策 战修满意点头 又是环视众人一圈 咱们现在十七个人 总共分成了五个势力 还有三人 你们乃是单枪匹马 我知道 你们心中只怕会存着许多顾虑 不如这样 你们这三个单枪匹马之人 可以临时组成一队 守望护主 这样 也可以避免其他人对你们心存不轨 众人一听 都觉得有理 至此 终于去了心中最后一丝顾虑 而战修 在众人中 也是威望大增 隐约有统领众人之事 陈锋却是皱起了眉头 隐隐约约觉得 有一次不对 没错 战修做得很好 做得特别好 没有丝毫瑕疵 接近完美 但陈锋却是感觉 战修未免 做得也太好了一些 也太热情了一些 仿佛 他早就知道这一切 早就将一切都算计在里面 别的不说 我可以探测别人的记忆 得到很多信息 战修 又是怎么知道的 战修此时 已然将众人隐隐掌控在手中 他志得意满 扬声道 这一次 正道修士和巫族邪魔大战 局面已经颇为名望 巫族邪魔 完全占据上风 正道修士 被困意于 随时有父王之危险 我等若是加入正道的话 可别到时候任务完成了 结果却在被这些土著围攻而死 众人点头 此言非虚 巫族邪魔 完全占据上风 若他们选择正道那一方 最后被巫族邪魔杀上门去 生生困死 这个可能性极大 先鱼万寿大声说道 这话说的有道理 现在巫族邪魔如日中天 把正道修士压得喘不过气来 咱们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又不用自己出力 又可以痛打落水狗 大捞好处 何其美哉 我跟着战修老大干了 陈锋有些奇怪地看了鲜鱼万寿一眼 之前他表现得很是狂妄 得罪所有人 现在却完全站在战修这边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 难道说 战修这么厉害 真的就把他享福了? 众人都是纷纷表态 赞同战修的看法 陈锋不言不语 心中自有计较 早就选好了自己要去的势力 战修目光转向天蚕兽奴 老弟 你怎么说 他自然将天蚕兽奴 视作陈锋两人的领头者 根本没有问陈锋的意见 天蚕兽奴 早就得了陈锋吩咐 陈生说道 这几日 厮杀以来 我们在正道修士那边 倒也得了点机缘 所以 我们准备去正道修士那边看一看 闻听此言 众人看向陈锋和天蚕兽奴目光 都是变得锐利 而又古怪 他们竟然要去正道修士那边 竟然要与所有人为敌 战修也是脸色一致 顿时 眉宇之间 便透出几分阴冷 陈锋在旁边看得分明 这是那种稳操胜券之局面 却被人破坏之后的恼羞成怒 他心中一动 若有所思 不过 战修也是心机极为深沉之辈 并没有出眼阻拦 只是皮笑若不笑说道 二位有此大机缘 倒是也好 但是 下一次再见 就刀枪无眼 不会手下留情了 众人也是目光冰寒 隐隐然已经将陈锋两人 视作敌人 此时 陈锋忽然剧烈咳嗽起来 有鲜血自嘴角溢出 而后 他快步走到旁边 以嗅眼唇 似乎不想让自己 用来疗伤的丹药底牌 暴露在其他人面前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天蚕兽奴苦笑解释说道 我二人一路苦战 我这同伴受了些伤 众人 看向陈锋的目光之中 更增添几分轻蔑 这才刚进来 接触的都是小楼了 不怎么样的强者 结果他就伤成这样子 总归是太弱了 而此时 崔九夕微微一笑 快步向陈锋走来 高声说道 这位兄台 在下擅长练丹 我这里却是有些丹药 不知道 你可需要 当然 是要用天道御剪来买的 说吧 走到陈锋身边 一时袖子一抖 遮住两人 似乎在那里 向陈锋展示自己练制的丹药 陈锋声音传来 带着几分沉吟和犹豫 你这丹药是不错 比我带的还要强一些 不知是何价格 崔九夕声音低了下去 似乎两人在低声讨价还价 两个人声音忽高忽低 似乎偶尔商谈 偶尔争吵 约莫十几个呼吸之后 终于说定 于是 瞬间 有天道御剪的光芒划过 陈锋将一些天道御剪 递给崔九夕 从崔九夕手中接过丹药 纳入袖中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